伊蘭大學研發長 郵竹 郵博士 宇鎮羅總經理 伊蘭縣政府計畫處理處長 還有今天與會的各位貴賓 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好 好 謝謝大家今天特別撥空 來參加我們這一場論壇 伊蘭縣政府跟中央政府一直以來都在思考 怎麼樣來協助我們的青年 能夠在伊蘭就業或者是創業 從各國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得出來 青年這個年齡層 一直是所有的年齡層比較起來失業率是最高的 還有勞工處理處長 吳處長 這個年齡層一直都是失業率最高的 當然一方面可能年輕人還在摸索 還在尋找適合自己的行業 一開始可能就業一陣子覺得不合適再換再換再換 所以失業率會高一點 比起其他年齡層 大概到了中壯年 我們的比較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那也可能失業已經小有所成了 在那個階段可能在就業創業上就已經趨於穩定 所以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我們就在想怎麼樣可以幫助我們的年輕人 能夠在宜蘭能夠合適的創業就業 去年度我們辦了兩場是針對觀光產業跟農業 那今年就特別針對科技產業 資訊通訊產業 來辦這個座談會 希望能夠聽聽各界的意見 來幫助宜蘭縣政府 為新年朋友做出更有效的一些對策出來 那我們知道有一些產業 要進入這個產業 尤其是創業 需要的資金門檻很高 但是有的產業 相對的資金門檻不用那麼高 我們想想看 台灣有幾個年輕人 他們想到說 常常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 詐騙電話 或者是推銷廣告的電話很煩 所以他們就發明了一個 App軟體叫Post Call Sankar來 Who's Call 結果這個App推出來之後 大受歡迎 很快的在很短時間 就很多人都下載這個軟體 最後這個軟體就被大公司給買了 聽說也賣了好幾億 那你想想看 這幾個年輕人創業 他們不需要很多的資金 但是他們有智慧 有這個頭腦去設計這樣的軟體 很快的就能夠創造出商機來 不用奮鬥很多年 就存到人生的好幾桶金 那我們看到Facebook 現場有用Facebook的朋友請舉手 對 差不多人人都在用Facebook 全球已經有好幾億的人口 都在用Facebook 好幾十億的人口都在用Facebook 一開始他也是幾個年輕人 在大學宿舍裡頭 想要做一個社群平台 來作為學校裡頭同學聯絡方便來使用 結果做了之後大受歡迎 使用的人也越來越多 那我想他現在的式子已經 可以用天文數字來形容了 那我們想到Apple 蘋果電腦 他也是幾個年輕人 在車庫裡頭發想出來的 看起來創業都好像很容易 那這些創業好像也沒有得到 政府特別多的關注或者是幫忙 但是有些行業確實需要 政府來提供平台或者是資源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請到 宜蘭縣政府計畫處 來跟我們講講 縣政府在智慧城鄉 智慧城市的這個發展上 有什麼樣的資源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麼也特別請到了 鮭魚返鄉 我們依然非常成功的企業家 宇鎮精密科技公司的 羅建順總經理 來跟大家分享他創業的歷程 也許也可以提供給我們年輕朋友 一些新的思維跟方向 那當然 今天的一位重量級的宇潭人 我相信現場很多朋友都是衝著他來的 就是我們的政務委員唐鳳 他在 如果你到維基百科去搜尋他的資料 你會發現唐鳳政委真的是很傳奇的人物 他正式的學歷 國中都沒有畢業 只拿到國中的一頁證書 但是他16歲就創業了 在科技領域非常有成就 而且也是 我相信也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年輕的一位政委 他不到 政務委員他不到40歲 16歲就創業了 他一直在幫忙政府做開放政府的平台 還是臨時政府的創辦人之一 可以說是非常優秀的 那他現在正在血碎奮鬥當中 他等一下就會趕到現場 大家不要失望 好那現在一開始我就 不多說 我們就馬上來進行今天的論壇 我首先把這個麥克風來交給我們 計畫處理處長 請大家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李處長 主持人黃處長 勞工處的吳處長 兩位貴賓包括游博士跟游總體力 各位在場的青年朋友大家好 現在就由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有關青年的創新就業跟創業這個議題 那先要提一下創新就業跟創業這個議題 其實在縣政府裡面 就業務分工上面 本來應該是我們的勞工處是重點 再來就是工商留處 以及我們的公車會 我們的副總幹事在場 可是因為今天的不管是創新就業或是創業這個議題 局限在資通訊跟物聯網以及智慧科技這個領域上面 所以就由計畫處來報告這個議題 那主要為什麼是由計畫處來報告這個議題 那主要是因為在計畫處裡面有兩個單位 有關資訊的業務都是在計畫處裡面 包括資訊應用跟資訊管理 那另外一個部分 我要切入這個議題的面向上面 主要切入是要從解決問題這個角度來 切入這個創新就業跟創業這個議題 主要是因為計畫處 除了有兩個資訊相關的業務在計畫處之外 計畫處還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裡面有一個中和規劃科 那中和規劃科主要是要針對宜蘭縣的相關的發展議題上面 以及它面對的相關問題上面 來進行中和的規劃來尋求解決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要談這個創新就業或是創業這個議題 我必須要從怎麼樣來解決宜蘭縣的 目前所面對的城鄉發展議題來作為切入點 也就是怎麼樣運用智慧科技來解決城鄉發展議題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來創造就業創業的相關機會 這個是我要切入的議題 那在這個切入點上面 我們目前正在做的相關的有關 宜蘭要發展成智慧城市這個目的上面 我們用這樣的切入點以及目的上面是相同的 那要解決哪些的議題就是宜蘭縣目前面對的 到底有面對哪些的議題 宜蘭縣目前主要面對的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有關防災上面的 我們知道宜蘭位於台灣的東北角 那它現在主要面對的問題 夏天有颱風 在冬天的時候有東北季風 那夏秋的時候啊兩個如果共辦的話 都會引起很大的淹水問題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部分就是目前唐鳳正偉正在面對的問題 就是國武塞車的問題 另外新的一個議題是有關 塑化改塞車的問題 所以宜蘭的兩端目前都有嚴重的塞車問題 再來就是少子化以及高齡化的問題 在105年開始宜蘭縣的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 已經比我們14歲以下的小孩子的比例 高齡人口的比例比小孩子的比例 目前已經比較多了 這個是有關 目前面對的少子化跟高齡化的問題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 宜蘭縣有沒有可能運用目前的智慧科技 包括物聯網包括人工智慧 包括資通訊相關的技術 來解決這些問題 可是在解決的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說這些技術能夠透過 能夠有一個建立一個商業模式 那在這個商業模式的建立的過程裡面 讓宜蘭縣的創新的就業跟創業 能夠有更好的一個機會 這個是我們目前所想的一個切入點 希望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能夠讓宜蘭縣的創新就業跟創業的機會 能夠爭奪 這個是我們的切入點 那我們為什麼會這樣想 剛講的 不管是防災的議題 不管是少子化的議題 不管是高齡化的議題 不管是塞車的議題 在台灣的其他縣市 也可能有面對相同的問題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希望說 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是廠商或是個人或是團體 他們必須要運用這些 資通訊物聯網的相關技術 來宜蘭幫我們解決問題 他們為什麼不到別的地方去解決問題 我們希望說他到宜蘭來解決問題 因為我們覺得 你要這些 自通訊物聯網的相關技術 要解決這些問題 必須要有比較好的驗證場域 我們一直覺得 宜蘭縣是最好的驗證場域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環境是封閉型的 目前的主要出口 南北兩庄只要封閉起來 它的界線是非常非常的明顯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我們人口45萬 在全台灣的人口裡面 占2% 因為我們要驗證一個 資通訊物聯網的相關技術 要解決一個問題 人口不宜太多 它的驗證的可能性 才會有提高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覺得45萬人口 是最好最好的 驗證資通訊物聯網 解決問題的 最好的人口數量 再來 除了45萬的人口數量之外 宜蘭縣目前 每年在這邊進出的 服務的 觀光的人口 是700萬到800萬之間 所以我們覺得說 你用45萬去驗證 那樣的技術的情況之下 你這個技術出來了之後 你要服務的是 每年700萬到800萬的觀光人口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獲得的驗證的成果 它的有效度 會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我們覺得 在有限的場域裡面 適當的人口 大量的服務人口 這樣子的條件 目前只有宜蘭縣有 所以我們一直覺得 宜蘭縣是最好的 運用資通訊物聯網 包括AI 人工智慧的相關技術 來解決我們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防災 不管是高齡化 老齡化 以及塞車議題的 最好的驗證場域 所以我們不管 在國際型的會議上面 或是在國內面對相關廠商 或是團體 或是個人 以及中央政府 我們都一再的希望說 能夠他們運用相關的資源 相關的技術 到宜蘭來協助我們 解決相關的議題 當然最終是要建立一個商業模式 這樣的商業模式 建立了之後 當然能夠有一個好的 營造一個創業就業的相關的環境 能夠讓我們七年來參與 來協助他們 能夠來創業跟就業 這個是我們整個的思路 就是這樣子 來宜蘭驗證 來用自通訊相關的 以及物聯網相關的 以及AI相關的技術 來解決宜蘭目前面對的問題 營造一個好的創業跟就業的環境 讓青年能夠有好的創業跟就業的環境 來進行創業跟就業 這個是我們主要的思路一直是這樣子 那目前我們針對這個思路 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我在後面一一跟各位介紹 目前我們已經做了相關的成果 第一個部分是 我們把學生從電腦教室把它解放出來 因為少子化的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說我們的下一代 在科技教育這個部分 尤其是他們針對AI 包括IoT 包括自通訊這些技術上面 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應該有基本的認識 所以我們首先把他們 從電腦教室解放出來 所以我們目前國小裡面 國中裡面 高中裡面的 行動裝置化 我們希望說 目前未來 我們盡量不要再採購電腦 我們現在採購的就是 筆記型電腦或是平板 把他們解放出來之後 老師就可以運用這些 資訊科技 去進行他們教材的編寫 那未來學生使用 行動裝置的情況之下 就不會被綁在電腦教室裡面 他們可以回到他們原來的教室 去進行相關的教學 以及甚至到戶外 去進行相關的教學 這是第一個部分 另外在實作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在Maker這個部分 學生也能夠建立相關的經驗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成功國小 建立一個Maker 全國第一個製造教育示範中心 那除了在國小建立之外 國法國中也有一個 羅東高工也有一個 我們希望說從國小到高中 我們有一貫的Maker的基礎教育 再來就是到了大學之後 宜蘭大學就可以扮演 比較好的一個整體上面的 一個領導的角色 這個是從國小到大學 一貫的一個Maker教育 這個是學生的部分 另外在青年這個部分的Maker教育 我們在中心文創園區裡面 我們有一個有關7年的一個Maker的示範中心 那除了它是一個文創的Maker的示範中心之外 我們也跟內政部的營建署 爭取了相關的經費 我們希望說這個中心 它也是一個低碳有序的一個中心 所以它未來的能源的供應 是由太陽能供應的 它會建立一個微電網 然後有智慧電錶 有電動車的充電柱 所以它除了低碳有序 再來就是一個文創的Maker中心 這個是有關青年這個部分 那再來是有關高齡化的解決方案裡面 我們建立了一個平台 那在這個平台裡面 我們提供了造服務員 就是要服務銀髮族的造服員 他們有4G的手錶 以及4G的平板 他們可以更好的應用大數據 來服務我們的銀髮族 那除了這個之外 銀髮族手上 有一個智慧的一個手 以一個健康的手懷 那相關的數據 它的健康的非侵入性的相關數據 也就會回到我們的衛生局的大數據裡面 那這些大數據 又可以回過來提供造服員 更好來照顧我們的銀髮族 這個是目前我們已經在實施了 那因為在實施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得到了2018的地方政府創新的應用獎 這個是有關照顧銀髮族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要解決的議題 就是有關交通的問題 那交通的問題 當然開路是一個解決的方案 可是開路這一個方法 到目前為止 花的時間會比較長 最快至少要8年 那慢的話可能到15年到20幾年才能夠有辦法 所以我們目前大概能夠解決的方式 還是運用直通訊物聯網 甚至AI的方式 試著來解決一下 我們宜蘭線目前面對的交通問題 那目前處理的方案大概是兩個部分來做了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智慧運輸系統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運用CCTV以及E-Tech 掌握宜蘭線進裡面的車流的目前的集中點 然後特過移控也就是用耗置的控制來進行分流 這個是第一個方法 那這個訊息也會同步提供給用車人 他也可以同時避開了目前比較集中跟用車的路段 這個是第一個方案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MARS MARS就是希望說我們民眾從AD要到BD的時候 盡量使用公共服務也是用大眾運輸的方式 或是運用公共服務的交通工具的方式 來假遞到以地 用無縫接軌的方式來進行交通的連結 這個是一個方案 那剛剛提到的那兩個方案 這個跟剛剛的智慧交通的那兩個方案 其實我們都結合了相關的商業訊息 旅遊訊息進去 所以他目前已經有一個基本上面的商業模式在進行 這是有關交通的部分 那交通還有一個問題 就除了塞車之外啊 停車也是一個問題 那目前路外的部分 路外停車場的部分的資訊啊 目前要取得並不困難 而且可以即時傳輸到各位的手機裡面 都可以掌握路外停車場 目前還有哪些空位 這個大概是沒有問題 包括他們的位置 那可是現在就是路邊停車場的部分 也就是路邊停車位的部分 目前的資訊傳輸是有遇到一定的評級 所以目前大概沒辦法即時傳輸 路邊停車場的車位位置 以及他是否是有空位的這個部分 沒辦法即時傳輸 所以我們跟經濟部 申請相關的補助 我們目前用地池方式 用地池的技術 我們在每個停車位安裝了一個地池的感測器 在每個停車位上面 那他就會回饋相關的訊息 透過NBIOT的方式 物聯網的方式 把相關訊息傳回來 就是說那一個位置 目前是不是有車停 以及他相關的位置 他都會回到我們的相關的大數據平台 我們可以即時提供給用車人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也有另外一個顯示 是在路邊上面的CMS上面 所以有同步顯示 一個在手機上面 一個是在CMS上面 那用車人 他就不用去繞路 來造成的擁設 或是造成的空氣汙染 隨時能夠知道說 哪裡有路邊停車位是空著的 以及他的位置所在 這個是有關路邊停車的部分 再下來是防災的部分 大概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有關火災跟地震的部分 那火災跟地震 目前大概比較困難的是 你要進到一個建築物去搜救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那個建築物的結構 以及內部的布置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宜蘭縣境裡面 比較重要的人進出 遊客進出或是民眾進出 比較大量集中的建築物 我們都用3D把它掃描起來 包括它的內外建築物的狀況 都進行3D掃描 進入資料鋪裡面 那只要他發生了相關的事件 不管是火災或是地震 消防員在進入搶救的之前 他就會了解到裡面的結構狀況 以及相關的通路的狀況 他都會事先了解 另外搶救的消防員 他在身上一樣有一個感車器 所以他進入了那個建築物搶救的過程裡面 他自己本身也會知道說 他在那個建築物的哪一個位置上面 再來他的指揮官也會知道 他在建築物的哪一個位置上面進行搶救 所以在搶救的過程裡面效率會提高 在搶救的過程裡面 消防員的生命安全 也能夠做比較好的一個保障 這個是有關防災救援的部分 那另外當然 那防災或是救災 他只是一死的 那這樣一個3D建模的結果 他那個建築物 他也可以用這個3D建模的結果 進行建築物的導覽跟導購 那這個是有關3D模型的部分 再來是淹水 淹水目前也是一岸線必須要解決的其中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未來會建立一個淹水 有關淹水的一個防災的一個決策系統 那這個這個系統未來會知道水位 會知道哪裡淹水 那包括閘門的開放 以及抽水站是否抽水 這三個會做比較緊密的一個連結 那連結了之後 防災單位他就會知道哪裡有淹水 必須要開閘門 必須要開抽水機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部分 淹水的訊息 也會即使傳給一般的民眾 那民眾就會知道 哪裡已經淹水了不要再進入 或是哪裡淹水了 必須要進行相關的避難 這個是有關水災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除了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少子化高齡化 不管是塞車的問題 不管是仿救災的議題之外 我們也希望說能不能用一個社區 一個完整的社區 來驗證 生活上面的包括智慧交通 包括智慧救災 包括安全防護 所以我們選了就是縣政中心周邊 這個周邊除了縣政中心之外 也包括宜蘭大學的承南校區 以及宜蘭科學園區 整個大範圍的一個生活安全便利上面的一個驗證 所以我們用近視派出所為中心 把它畫了一個一定範圍的一個圓圈 在裡面提供了智慧公車 智慧的公車亭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相關建築物的周邊 我們都有CCTV 相關的重要路口也有CCTV 在這個情況之下 派出所就會掌握這些重要建築物學校周邊 相關的安全資訊 他都可以即時掌握 除了掌握這些資訊之外 如果民眾在這些相關的範圍裡面 他遇到了相關緊急救護的情況之下 周邊都有緊急的按鈕 他按下去之後 近視派出所 就可以掌握相關的進行 即時趕到提供相關的協助 這個是我們目前在縣政中心周邊 正在進行的相關生活安全上面的驗證 那這個驗證我們也包括了一個 我們希望能夠連結未來相關高科技 包括自動訊物聯網 包括AI相關的驗證範圍 那這個範圍 因為物聯網要驗證的時候 需要訊號的傳輸 那目前訊號傳輸大概有一些 相關的技術目前還沒有統一 那我們之前曾經進行過的 包括LORA 那現在要驗證的是有關 應用5G的NB IOT的訊號的傳輸 所以需要有一個5G的相關訊號 在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跟交通部申請了一個 5G的相關頻繁的部分 那目前交通部已經公告 在宜蘭縣政府周邊 包括宜蘭大學 城南校區 宜蘭科學園區 這個範圍裡面 會有5G的相關訊號 在這邊進行物聯網的相關驗證 那這個部分可以包括無人機 無人車都可以進行相關的驗證 所以 所以未來這一個部分會有相關的 比較先進的相關技術 為了這邊來進行 這個是有關 場域驗證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一直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過程 透過有廠商有中央政府 有個人 運用資通訊物聯網 AI的相關技術 來協助宜蘭縣政府來解決 宜蘭縣目前面對的相關問題 那他如果建立了更好的一個商業模式 對宜蘭縣的青年的創新創業就業 就會有比較好的幫助 那我們最終最終 我們一直希望說 這些參與我們驗證的相關政府的單位 包括研究單位 包括私人的公司 包括團體基金會 包括個人 我們有希望說他能夠落地 因為落地是對未來 不管是青年的就業或是創業上面 是最好的一個幫助 所以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場域 就是宜蘭科學園區 所以我們在驗證相關 資通訊物聯網AI 在解決議題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直鼓勵這些廠商 這些研究單位 這些個人或是團體 能夠進駐到宜蘭科學園區來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當然我們宇政的羅總經理 他是宜蘭人 他的公司 目前就在科學園區裡面 他是第一家自建廠房的一個公司 他等一下也會跟各位報告相關的議題 可是他目前大概一樣 科學園區面對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有產業類別的限制 包括通訊知識 包括數位內容包括研發 他有限制的 再來就是他有限制量產 也就是說他不得量產 因為這兩個限制 所以目前進駐的動況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們一直希望說 能夠透過環差或是環比的過程裡面 把相關的限制能夠解除 增加我們這些來宜蘭 進行相關驗證的解決問題的這些公司 個人研究單位能夠進駐到科學園區來 那未來 不管是宜蘭的在地青年 或是縣外的青年 希望說能夠在宜蘭科學園區裡面 有有關高科技 智慧科技相關領域的就會機會 就會有比較多的一個機會 這個是我跟大家報告 宜蘭縣政府目前正在透過解決問題 這個切入點 讓自通訊物聯網 AI相關的公司研究單位 團體個人 能夠怎樣來進到宜蘭縣政府來 能夠幫助青年能夠創新 就業跟創業跟大家報告 以上謝謝大家 好我們謝謝李東如處長這麼精采的報告 我相信今天在場很多朋友 可能都是今天才第一次知道說 哇縣政府已經運用了這麼多的 智慧的方式在做政府的治理 提供給我們現民許多的一些服務 那對他有任何疑問要提問的 先記下來 等一下我們有開放時間讓大家提問 那接著我要介紹的就是 我們宜蘭科學園區第一家進駐的廠商 旅政精密科技公司羅總經理 他也是我們宜蘭人 尤其最近他也跟我們宜蘭大學 有更密切的產學合作 在去年成功研發了雲端綠能智慧為電網 現在就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鮭魚返鄉的羅總經理 各位好 我宜政羅先生 然後我目前 那目前我在那個宜蘭科學園區 這邊有個制限掌 大概就是差不多有800坪左右 那實際基地大概是1500坪 然後在台灣大概台南 在那個歸然就是台南高鐵附近 也有一棟 好大概只有差不多120坪左右 然後台中在 在豐原加入到附近 也有一個辦公室 然後目前的主力辦公室是在台北三重 大概150坪 所以目前台灣 目前加起來大概有 1200坪左右的場地 那我是做校正的 校正跟測試 所以剛才處長有提到說 宜蘭科學園區未來在發展上 可能走向所謂的資通訊 那我們公司做的主力是做校正 那你們比較容易聽到過 就是以前講誰 SGS SGS他在做 我們的行業跟他類似 但是他在食品業贏過我們 但是他在電子電機機械 這一段 倒是 我贏過他一些 然後目前我們的 打比方 SGS大概的認證 範圍大概是60種左右 50到60 我們目前是有97種 所以我目前在整個台灣驗證體系裡面 我目前的20種還是全台灣應該只有我們 那我們公司是89年創業的 到今年理論上已經邁進到第20年 那我們做法跟 其實一樣 所有的創業或是創新在做一個工作 第一個就是在舊有的市場裡面去找機會 那我們公司最大的差異就在這邊 因為別人不想做的 我去做 然後別人認了這個沒有機會的 我們從中間去找機會 那所以有時候開個玩笑說 我這邊有紅色標注就是說 做別人認了不值得做的事 因為他們所有廠商在做市場做調查 一定先市場調查 然後有賺 他才願意進去 才願意去投資 那假如沒機會勒 他可能就是丟著 或是找別人已經成型了 所以人家在說創業很多人都做老二心態 然後第二個說 我是從弱勢產業裡面去找新的機會 當初我們創造這家公司在做的時候 我們這個行業應該算是開始在下坡了 但是我們介入就是重新在這個下坡的機會 再一個推移把它往上去跑 然後第三個動作 我就希望說做事情永遠把自己架設在 你要說的失敗的邊緣 因為你每件事情都把自己想說 這個一定成功 那我認得到最後都不成功 那我就認得說 我轉身可能就沒機會 只有一條路往前走 所以有時候這邊 藍色這邊就寫一個 就是布袋系的話說 黑白藍軍說了 別人的失敗 就是造就我們成功的機會 因為在我們成就的這幾年 這個現象我經常讓它發生 前大概三四年前吧 我們國內一家漢翔航空 他們就是在接受法國 評鑑動作的時候 然後就因為他們有一個評鑑動作 國內一個也是出名的實驗室去幫他做 結果中間出一些問題 那家實驗室第一次去找他 他說漢翔的東西壞掉 第二次去再找再問一次的時候 是又變成他公司的東西壞掉 到最後 因為這個 報告的評審問這一家公司說 假如你不讓我在這幾天的時間 把他看到 他的實際狀況 因為他在台灣所有的吃 住交通住宿都是漢翔航去出 然後平均一天要快一萬塊以上 所以到最後他想辦法 所以漢翔航空的一個承辦者 就打電話到我們一般 我不曉得 德國來應該有人聽過 德國來是德國在台灣的一個安全驗證規 安全驗證單位的一個主辦 經理就介紹說 你打電話到雨傘去問看看 結果他用問的我們用打的 結果那個評審就告訴他說 對這樣的做法符合規範 但是規範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整個制度上出一個小瑕疵 這個問題在五年前已經說服他 但是當這個資料要變成國際規範的通例的時候 是六年後 但是當六年後這個規範一公布 當然我們公司是第一個被承認 但是三個月後 同樣規模的動作 又兩家公司出來變成競爭 那時候一個驗證單位就問我們 我們就告訴他說 無所謂 九月公布十二月又兩家出來 隔年的三月我們又七種出來 所以用員讓他跟不上 好 那我目前在宜蘭的總公司在 就是科學園區這邊 然後台北在三重 台中在豐原 台南在歸人 然後我人不多啦 我大概才三十幾個人 但今年假如沒什麼意外 我設備都已經定了 大概在十月九月十月之後 我在這邊會成立 再成立一個驗證單位 就是在科學園區裡面 那我這次做的可能就是突破一些 比較人 一樣啊 現在所有的地方都在講綠能 所以我這邊今年要架設 就是以綠能為主 包括電動機車 汽車的充放電設備 還有目前在談的太陽能 風力的驗證單 驗證工作 今天我會在這邊做 然後目前 國內在做這一段的話 大概只有德國人在做 六十千瓦的容量 我這邊一架設 要做到兩千四 兩百四十K瓦 我一通有四套 所以我今天有跟那個 宜蘭縣政府的公車會的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可能今年年底我這邊 應該會架設 三十到五十個人的實驗室 然後這一段我也希望說 以後有機會 在座的各位 假如要找工作 也可以想看看 未來的工作要怎麼去導入 那我實驗室目前由 這邊有認證編號是 074號2379 還有2399 一共有三個系統 那我們跟人家比較不一樣的做法是 別人的做法只是做單點 我是希望做系統 等於說 我們從源頭到結束 希望都能夠幫他架設 那假如有興趣就去查 TAF裡面有一個 0742 2399 跟2379 對 這三個實驗室編號 那我們實驗室 其實在兩三年前我就到宜蘭之後 我本來的第一個想法就是 把這些中高端的驗證單位的水準 帶回一來 我們不希望在作業上是用 比價或議價或是消價競爭的方式去做 我們是希望技術 假如技術能夠領先 其實我們現在有時候開個玩笑說 剛開始在架設技術上 確實面臨到很多投資的問題 但現階段我們有時候開個玩笑 我們廠商要求我們去幫他做服務的時候 以高雄的例子來說 高鐵費用他出 哪一回交通他出 然後到高雄之後他還免費去幫你接受 為什麼 我就問他說 難道高雄沒有實驗室幫你做 有 至少三個實驗室以上 但是問題是 他不能百分 不要說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能夠符合他那個 國際認證的報告 他沒有辦法符合 那 所以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好像很不得已 找到北部來 那有時候就會跟他開玩笑 那我就定到他了 所以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 以前人家會開個玩笑說 永遠創造一個 被利用的價值 當你被利用到 人家就一定少 但假如說 你永遠不會讓人家利用到 你會感覺好像很高端 其實有時候是錯的 那這一邊 有藍色標註這一些 餘政在很多的系統人家 很多的像 包括國際的認證單位 當到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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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致我們的時候 經常問我們 幾年了 我說二十年了 但是他會說 為什麼沒聽過 因為我們的服務對象 很少是製造業 假如製造業有的話 我們是他的研發 研發單位有做 但是製造現場 我幾乎是 可能十趴以內大 但是假如在台灣的 包括標準區 所有財產島的 機械中心 自行車車中心 車車中心 還有北中南 至少五個地方以上的 那個什麼 標準檢驗局 甚至像 三個禮拜 還有這個禮拜 數量比較多 就是衛生局 那衛生局 就一次送 就是幾百台的那個 溫度 直接送到我們公司 然後 問他說 為什麼找到我們 就問啊 好像到最後 不得已不找你們 因為你們的範圍 跟能量範圍最大 所以我現在上面標註這一些 就像裡面 溫度裡面 紅外線溫度計 好像沒什麼 但是你假如有機會 去看我們的範圍裡面 你就會發覺 我們裡面的 不只只有一個 一個條件 我們是 紅外線溫度最大的差異 就是說不同的顏色 或不同的背景 會產生不同的良色結果 然後我們 是從 深紅色的 就像鋼鐵的 鋼 就是那個鐵水 一直到冰 各種條件 我們都有 所以單獨一個 紅外線溫度 我們的認證 就三四頁 那其實裡面還包括說 還有一個 比較特殊 像我們有個大電流 以前人就在製造業裡面 經常說 你要生產 就一定要有去偵測說 你生產的東西的水準 跟品質在哪裡 所以我目前是台灣 唯一到現在 唯一 大概有十三四年了 我能夠拿一個 兩千安培的 電源拿到客戶那裡 直接做油價 兩千安培是什麼概念 一般我們家用冷氣 大概七八安培 那我有辦法 有拿一台到兩千安培容量 到對方那裡做 這做的時候 就很多比較 你知道嗎 他只要送到實驗室 做可能就是三千塊 我到那邊做 大概一萬二到兩萬起跳 那我們裡面還有一個很特殊的 這是第二 這邊有一個 以下衝擊一例 目前全世界只有兩家實驗室 我是第二家 那這個東西很好玩 它最早是德國的 那我們是台灣是第一家 全世界只有兩家 那這個東西 同樣的東西 在執行上 兩千塊也在做 最貴一台多少 十二萬 人家問我說 欸你們公司好像把人家定盤子 我說不是 假如你今天這個需求 真的是需要的話 我認為廠商他不會計較價格 只要你能夠把它做到 那像我裡面這個長度的部分 以前在做尺寸都是長寬高 我們余政小公司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把它堆長寬高 沿途徑 然後後面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當我們在做這一段的時候 我們慢慢 我們這一個裡面 以前剛開始只有第一項 就金屬類比較硬的 但是現階段 我連那個什麼 木製品 連那個什麼 塑膠 連紙 我們都有 玻璃都有 那裡面 底下第二個 那個人體部位 當時我們在建的時候 也有 也有一些國家實驗師去評鑑 叫我們說 這個需要做嗎 我說要啊 為什麼要做 腳踏車的坐墊 所以我們公司要發展 人工屁股 就是要模擬一樣的東西 你在驗證的時候 用屁股去驗證 所以國家實驗師去我們公司 驗證的時候 你們公司怎麼這麼粗俗 你今天要校正跟驗證的東西 居然有屁股 我說對 這個東西有沒有 沒有人有 所以我們做出來之後 第一個找我合作 就是 台中的自行車研發中心 後來是包括機車的 都有用到 這個東西在我們做之前 其實是第一個 沒有人做這個 那紙的話 有人說 為什麼紙要做 有印刷 我們可以做印刷 字型的大小 包括擬明體 或那個什麼 標凱體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你的油墨 所以我們這裡面的很多東西 我們都已經 能夠用電腦去抓 所以 我跟宜蘭大學有一個 教授有在合作的條件 就是把我們這些抓的數據 提供給大家當大數據分析 可以這樣做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的那個什麼 3D列印 也可以用我這個 東西 這些數據 這些結果去做 然後 這邊我是想說 我們今天談的就是協助就業 那我的建議方是 因為我在剛開始 我是這邊宜蘭畢業的 19歲畢業 從這邊我就到台北去 但是我對自己的提醒 可能會比較壓力大一點 我在畢業的那一年 我就考了兩種陣仗 假種變相跟一種基礎式 然後畢業之後到軍中 我是空軍的 我是學那個 喬皮就是通訊 但是我又不甘寂寞 我除了通訊之後 我又去學什麼 那個氣象 還有那個 雷打 所以可能是這樣 很多人不知道 在我那個 我當兵那個年代 發生過一個案子 俄國的一流聲轟炸機 飛過台灣海峽 從北到南沒有人看到 我那時候在嘉義 是我在嘉義裡面的雷打 讓我看到 我從嘉義還有台南 只能飛去上去半飛 所以那一次好像軍中發現 一個不好玩的現象 就好幾個被寄過 為什麼 其實很現實 我在學喬K 所謂就是福爾摩斯密碼 在通訊 在空軍通訊學校裡面 學幾個字 36個字 學8個月 從不會一直到有辦法 一分鐘 耳朵聽手敲 大概120個字以上 所以我們那時候 那種兵 總算是被限制 退伍之後 至少六到八年不能出國 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 我們那時候一個很好的特性就是 出門不准穿軍服 甚至我到退伍那一天 那個什麼 那個單位的主管 他是一個少將 開著他的機器 我說送我到嘉義區搭車 那時候的憲兵還開個玩笑說 向我敬明 認了說 為什麼是一個少將開車送我去搭車 但是為什麼 因為很多東西 當你的能力做到的時候 其實你就沒有地位的問題 他就可以跟你平起平坐 所以我會建議說 25歲以下的時候 親朋朋友不要給他壓力 他假如能夠從工作中去找興趣 因為這時候我是認的啦 他還沒有娶妻生子 買車買房的壓力不大 但是你假如能夠給他機會去找興趣的 我認得不錯 我從當兵一直到我25歲 我大概換了七、八個工作 我一直到我25歲、26歲 我才真的找到我認為中的工作 然後25到30的時候 我是認為 你既然能夠從興趣中 就找希望跟未來 因為你找一個工作 假如你沒有興趣 你就會想說我8點上班 5點就要趕快留 假如你有興趣 我老婆會笑我 我現在7、11 365天只有過年那幾天我會休息 然後會很累嗎 好像會 但是我認得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認得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不會認得一天上幾個小時 對我來說是壓力 我不會 所以我認得25到35是從興趣中找機會跟未來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你可能要娶妻生子買房買車 現在年輕人可不可以認得說我賺得不多 不敢買房不敢買車不敢娶妻不敢生子 但是不見得 我認真的說 我29歲那一年向我老婆借錢娶她 這個我認得很丟臉 我到33歲我才生小孩 為什麼我到29歲我向我老婆娶她 因為我是認為說 那時候我該學的該我會的應該機會到了 假如我不趁這個機會趕快去結婚的話 那接下來有可能我到30歲40歲我不能結婚 為什麼 因為我要創業 因為我要創業 所以到3540歲的時候我認得 有機會的話 我這邊寫得很奇怪 就是要當技術技藝的主管 要有這個志氣 但是會不會做得到不見得 我25歲之後我的工作是在東元電機 我做的是品質技術 因為我是處理性做的 所以我知道我的個性是比較龜毛一點 所以我找的工作是跟品質有關 然後跟所謂的驗證技術有關 然後從那時候一直到現在 我大概就走這樣的技術類的 然後也許你認為說我電子電機畢業 就電子電機就好 我認為不對 所以我認為為什麼要做技術主管 就是你18班如以都要懂 略懂一些 因為這個影響到你以後創業 你以後你做事情 甚至你當主管的時候 憑什麼只為你的下屬做事 因為你要想清楚 大家很多人很聰明 你稍微不注意他 不要說搞鬼 稍微一個動作出來 你只要沒有辦法做到 真的很多動作就被delay了 那delay怎麼辦 你就要真的針對他問題去告訴他 然後45歲以上 我認為要有當管理主管的志氣 我講的志氣不見得說一定是做到 但是你要這個心 因為你就這個心你才會願意去做 然後到45歲 我認為就不能靠體力 而是靠腦力賺錢 那為什麼到最後你要做管理 除非你是當技術類的 就算你當技術類的主管到最後 你不懂得管理很多東西 你會不曉得怎麼做出力 所以到最後 其實我是大概 35歲到38歲 開始準備創業 那我真的拿到公司主控權 大概是38歲過後 前面我們是四五個 等說朋友合資 那時候籌製大概500萬 開了這家公司 結果有一些可能會在第一年第二年 沒賺錢 就趕快儲勤掉 然後到我38歲的時候 一共五個投資者 四個投資者 因為那時候也虧了三百多萬 另外的四個投資者 全部股權讓進 全部給我 到最後你就想看看 為什麼要站在那個什麼 選亞的邊緣 當我把公司的所有股權都拿到了之後 我只有一條路 想辦法找銀行溝通 只有這條路 找銀行溝通之後 為什麼 這時候你就一個最大改變 以前是從別人口袋掏錢出來管公司 這時候就不一樣 從你口袋出來掏錢管公司 所以所有東西想辦法自己負責 所以我到38歲開始創業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想法 找銀行 找銀行談 但是一樣問題 什麼都沒有 業績不好 銀行你去問 銀行都問你 你的績效是哪裡 什麼公司是你的機會 或是你一個月 你一年的營業有多少 都沒有 都談不上來 所以前面幾年 我最難過 就是沒錢的時候 最難過的地方 什麼東西都做不到 所以38歲一直碰碰碰碰到差不多 四十五六歲的時候 開始機會 銀行 開始趕錢借給你的時候 就是改官了 所以到現階段 我們 實驗室包括台南 台中 移籃 然後上個月 在烏斯港那邊的 我們的休閒會館也買了 所以現階段 我們大概就一千兩百多坪的場地 都是與正自由的 但是一樣問題 我就開玩笑 媽媽給她救起 因為我身上都沒錢 全部的錢都丟到公司裡面 然後我老婆跟我說 她的最大的 那個失誤就在這裡 年輕的時候借我錢 老的時候 我老婆被我壓在銀行裡面 因為所有的借錢 都是要我老婆幫忙簽嘛 然後就業的原則 我是希望說 大家想一個 不要挑工作的內容 剛開始 因為年輕的時候有體力 有能力 有智力 所以慢慢從裡面去找興趣 而不是找怒氣 你只要找怒氣 做一行就願意 當然 我也希望說 剛開始也是試著 把你的眼界放遠一點 我相信前一陣子有一個 郭董 郭台銘罵過一個人 說 你好不容易讀到一個博士 結果你去賣雞排 這個東西其實沒有絕對 但是確實 因為郭董的欣然是說 你浪費資源 但是他這個沒有什麼對跟錯 因為到最後最後一句話 陳酒為王 拜酒為扣 做得到你就對 萬一做錯 人家就會對你罵到底 所以我是認為 剛開始 多花一點時間 因為你有體力 自力 還有能力 年輕 花一點時間 把眼界放遠一點 然後盡量就是 那一個工作 是不是你的興趣 然後能不能做得久 那有時候開玩笑 做久那個位置就是你的 然後 然後研究的第一個原則是 評估自己的合適性 找一個 合適的工作去做 然後做的時候 你假如願意的話 當你的 介入到某個程度之後 你可以跟你的試驗 全真 工作全更相對新增 這個就前幾 前一陣子 不是行政院長講的 當你的能力夠 其實他好像少 因為在媒體報章 再講了 少講了一句 意思應該是說 當你的能力夠的時候 你跟你的老闆談 我要多少錢 那你要談多少錢之前 你要先想 電一下 把自己放在 趁臺上面 趁看看 我有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私下去學 然後 因為你 假如在適當的工作 找適當的機會的時候 最大的心態是 你不能落後這個團體 你要想看 以前我們台灣是製造業 但現階段服務業 那製造業轉成服務業 不可能嗎 可以 第三個原則就是 累積自己的實力 還有被利用的價值 因為世界的趨勢本來就這樣 以前你製造為止 現在是服務員為止 但是傳統產業會不會丟掉 不會 以我公司的作業裡面 我很多東西在傳統產業裡面 找機會 就像我公司認證的這些東西 我就會告訴你 絕對不是新的 都是舊的 就像我剛開始在做這個行業的時候 為什麼要做 因為我認為檢測這個工作 是我的興趣 我去做 當我做一年 做兩年之後 我就看到一個現象說 當時要走到一個進步的時候 人一定越來越怕死 怕死怎麼辦 所以我就走安全實驗規範 還好我挑對路 就像我 我妹是藍藍女裝畢業 後來去讀彈大 一樣她畢業的時候 也問我一句話說 她要讀碩士博士要讀什麼工作 我就問她說 你認為現在最好的工作是什麼 她說是電子電機國馬 我說對 你認得好別人認得好 你認得什麼 我問她 以後你認得最怕什麼 怕死 所以我叫她選生物科技 所以現在她在西子灣那一所大學裡面 還好啦 教授都拉著她 在做一些助教的工作 我認也不差 因為她本來 畢業博士拿到博士學位之後 回去就是要養兩隻博士牙 因為她兩個兒子都是男的 要養兩隻博士牙 結果到現階段 當她小孩子慢慢 國小到國中之後 發覺她掌控不了 所以又回學家去教授 所以我是認為說 因為世界的趨勢沒有辦法 一定會走向這一條路 所以當產業走到所謂的世代T1的時候 我是認為 只要在前面你假如有些實力 慢慢去改變它 然後做到一個無可替代的一些地步的時候 那以後天使地利任何 我知道是困難 但是這時候你拚就會有機會 然後這邊我在談一個說 創業會很難嗎 我是認為不難 然後會容易嗎 有不容易 那一定賺錢嗎 不一定 做得好的話吃住一輩子 做不好的話 可能是所謂的受難一輩子 然後你看到現階段的人 做得好不見得一定好 我就說你看到我站在這一邊 你知道我在這20年過程中 我是現在是榮總的常客 因為我到現階段進入家庫病房四次以上 動過手術至少三次 每次的手術大概就是 傷口大概20公分到30公分 為什麼 因為你要做你興趣的東西 然後我開車的時候 我的那個車商告訴我說 你把你的車當成那個計程車在開 因為我平均除了禮拜六 除了過年的時候之外 我車子平均一天開200多公里 包括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我車子開不到三年開十幾萬 到最後廠商笑我 我說要怎麼辦 他說 揪一條路解決 說什麼路 再哪一台車 所以我現在是兩台車 開到最後他又要笑我 我叫你兩台車 結果到最後他發覺 你車在停的時候但是你人沒停 因為兩個加起來好像又超過了 所以我這邊會有一個建議說 假如你今天是一個木工師傅 你不要怨天流TG 怨你的父母給你的錢不夠 讓你沒辦法創業 或是你認為說 家裡面給我的DNA不夠聰明 照著我不能做 我認為不對 第一個 我的認為是 當你不得已 你要當一個所謂的目光計師的時候 記得上班的第一天開始 納得 紙、筆、辭、去 做什麼 你的老師傅在做什麼 去把它記錄下來 要想一個問題 最短時間內 讓你知道 你剛開始去 你區區去學 怎麼把一道牆棄起來 但是一定要帶 紙、筆、辭、去、量 怎麼做出來 不要一輩子想說 我要當木工師傅 一個 十幾年前一個 木工師傅大概兩、三千塊 三四千塊 現階段大概兩千多 三千塊有 但是你要想 當你到某個機會之後 我就問你 人家會請出工去工作 還是請老師傅 因為老師傅的體力不夠 所以你要想說 就算我今天 水準做不到 但是你一定要先做功課 在你還沒有被淘汰之前 想辦法做禮拜 當你去做木工的時候 剛開始先賺錢 但是你要帶紙、筆、辭、去、量 這道牆 我要棄起來 老師傅花多少時間 多少磚塊 多少砂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然後鋪平面 平面牆還有屋頂 屋頂不是上面 不是平面 是上面這個天好板 它的施工方法都不一樣 施工方法一樣都是水泥沙 但是還有一些東西 可能是你沒看到 它會用一些 好像叫洋菜粉 增加濃稠度 所以當你知道這個沒搞之後 我就問你 有沒有辦法做得到 可以 還有一個問題 不要永遠老師傅站著 你也站著 老師傅蹲著 你也站著 其實他不做 你要去撿起來做 因為只有這時候 他才不會把你當成敵人 他會教你 去學 所以我的經驗裡面 我大概花了三到五年的時間 我在東雲電區別人 一個工作可能說 我一天做多少工作就好 我不對 我相反 我跟老師傅說 禮拜到禮拜我跟你學 禮拜一到禮拜五的工作 我告訴他說 我禮拜六禮拜天加班去幫你做 做一個禮拜的工作 其實我只有禮拜六禮拜天做 禮拜到禮拜五就四處逛街 去逛我想學的東西 然後我跟我的主管說 禮拜到禮拜五你知道我去哪裡 但是不要一直吹著我 但是我會告訴我 我工作絕對會做得好 所以我就善用時間 因為你禮拜到禮拜五 你再怎麼做 受到時間還有現場工作問題 你沒有辦法一次把工作做好 所以我就禮拜到禮拜五 我離內空著 我禮拜到禮拜五工作 我告訴他們說禮拜五下午到下班 我去收儀器過來 我做教證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做完 禮拜一大早 我拿到他們辦公室去 然後我就要比別人多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的經驗是 我前面花三到五年的時間 可能真的我學到這些 這些老師終於幾十年功力 然後一樣我花六年的時間 趨機彎腰去學 我大概兩年的時間去看外面 等於說我怎麼去創業 後面至少這二十年 還好啦 我目前的績效還沒有往下墜 還只是往上爬 然後我今年底 假如沒什麼意外 這邊 我假如要做所謂的 汽車充放電系統 我也不是要做傳統的 我就是結合我們當地的產業 我們蘇澳那邊有個產業是做什麼 做那個電池 我就是要做中間那個儲電系統 當我儲電系統做好了之後 我搞不好包括我們現階段 包括太陽能 還有見夢禮夢 我可能就全部可以銜接上 然後我的心態就是從 從產產業裡面去找新創的工作 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已經存在 假如都已經存在了 那你就想嘛 你就是很簡單啊 是機會是命運 熟悉的工作做最快 當然 假如完全沒有的新創 這個就是你要花很多時間去學 跟得到腳步 然後創業 我的心態是認人 從傳統產業裡面去找新創的機會 然後再去找所謂的創新的契機 為什麼 從無到有的捷徑 挑戰的是機會 也是挑戰我們的命運 然後感謝各位這樣的行程 然後等一下假如有機會 我們可以談一下說 有興趣 很多東西其實不是說 從有到無的創業 這是一定是新的 有時候從我們現有的產業裡面 去做不見得是沒機會 像我以前說 種田的榮夫 假如能夠跟花齡那些去比 一公斤米 可能二十塊不大 但是它用一個盒子把它裝起來 上面變成兩個娃娃 一個三百塊五百塊 我們要做的是這一塊 謝謝 謝謝 這些才能夠成為我們一輩子的功夫 那接著要跟我們語談的這一位 相信大家對他都非常熟悉了 我們多次看到他透過視訊直播 參加聯合國歐洲總部的國際會議 參加亞太金河會 參加智慧城市的會議 他十六歲就創業了 是自由軟體的城市設計師 那也是臨時政府的核心成員 主導了V台灣等平台的走向 那在兩年前 林全院長請他來擔任政務委員 他負責的就是督導數位經濟跟開放政府的發展 透過數位技術跟系統來協助政府解決一些難解的問題 並且強化政府部門跟公民科技公共社群的對話與合作 這位非常年輕的政務委員 讓我們看到年輕人無限的可能性 跟無限的潛能 你永遠不會知道年輕人能力的那個界線在哪裡 各位現在我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來歡迎 唐鳳正偉 唐鳳正偉等一下進行的方式 不用到最後再提問 你們有問題可以隨時來提問 他會主導整個問跟答的那個過程 然後到最後等到他報告完畢跟大家分享完畢 我們還會有一小段的時間 是所有的語彈人一起都上台 各位對剛才李東如處長或者是羅總經理的報告 有任何的意見分享或者是要提問都可以在那段時間來進行 謝謝大家 很高興可以這個剛剛聽到就是我們計畫出這邊跟羅總經理的分享 我覺得都是讓我更了解就是宜蘭這邊實際的一個情況 然後那這個創業的過程裡面就是要快速跟老師傅學習 然後才有創新的這個底蘊 這個我非常非常同意 這個真的也是我個人的經驗 那我想接下來的時間裡面 因為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大家想要聽我講什麼 所以如果大家有手機的話 是不是麻煩我們連到這個網站 它是slido.com 然後進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輸入今天的日期 警號是不用輸入 就輸入908就可以了 那輸入908之後呢 你就按就是有一個綠色箭頭一個join 那加入之後你就可以進入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那這個聊天室呢有兩個特色 一個是說你發問的時候 你不需要給出你的證明 你可以給一個暱稱 你也可以完全匿名的發問 那這個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在這種現場的講座裡面 常常願意舉手問問題的朋友 問的都是一些比較有禮貌的一些問題 那但是如果匿名的話 大家才比較敢問一些有挑戰性的問題 所以就是匿名的話 是我覺得比較有有意義的有實質的一個溝通 所以如果有人已經在上面的話 你可以已經 你看馬上就已經問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尋找人生的意義這樣子 這個舉手的話可能不會有人這樣子問的 那第二個特點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想要問的話 你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的好處是說 讚的數量越高的 它會跑到越上面去 那跑到越上面去之後呢 它就會即時的 像這位說真的假的有這麼快 它只要一按送出 就會跑到這個螢幕上面 那這樣的話按讚數量高的就會在前面之後 我就會像這樣子就是把它高亮度起來 那這樣大家就知道說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這樣子一個主題 那所以這個呢就是真的嘛對不對 就是你一留言真的就跑上來了 所以當我回應完之後呢 我就會把它這個收起來 那收起來之後呢 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可以再往下 然後進入下一個主題 所以在接下來 剛才這邊是跟我說 我有大概五十幾分鐘的時間 是不是 好 那就我們可能到四點左右 我們就是採用這樣子交互問答的方式 那當然在中間如果有朋友就是很有勇氣 然後願意舉手的話 那舉手的永遠贏過螢幕上的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任何時候願意舉手 然後看是不是在場人員第一個麥克風給你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就是 如果你覺得我的回答 可能有些愛上你要追問的部分啊等等 你就除了在螢幕上面留言之外 你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留言去 就是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樣子 那所以我想我們既然已經有十個問題了 那我們是不是就直接開始 好 那第一個 就是有七位朋友都關心的一個問題 是說 儀科到底適合怎麼樣子的產業來進駐 這個運氣很好的 是說我剛剛在這個路上 有要這個計畫處處長的簡報 所以這個 我們就直接拿這套簡報來講 對 其實剛剛處長其實已經講了 我覺得很多很棒的這個觀察 這個觀察 其實都是我覺得非常到位的 就是說 大概簡單我們一句話來講 就是說 它適合一個 需要一個實證場域 可是它的商業或營運模式 還沒有確定到說 它能夠去放在人口稠密的一些都會 去驗證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 如果在這邊去進行開發的話 那它不但有一個很大的實驗場域 而且它也可以有參與的一個空間 那我們舉一個具體的一個例子 這個是我們在 就是台北有一個叫做空總的地方 它是在建國花市的隔壁 那空總這個地方 它現在是我的辦公室 我在空總的 就建國花市另外一側一個角落 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因為當時我進內閣的時候 跟院長有三個工作條件 這個也是呼應剛才總監理所說的 就是說你有一定的能力 你就可以跟你的雇主談條件 所以我當然是就是談了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說我看到的一切都可以公開 即使還沒有做成決定 我就把它公開 那當然我就不會看國家機密 這個讓大家更了解政府的運作 那第二個是說我只是不下命令 我也不會去接受命令 我就完全有一種自願來找我 然後我們一起來解決問題的方法 來進行工作 不會硬要這個事務官做什麼事情 那第三個也是跟這個最有關的 就是我在哪裡上班都算是上班 那意思就是說我不一定要進辦公室 而且事實上我盡量不進辦公室 因為我發現我如果進辦公室的話 我不下班同仁就不下班 這個大家的生活品質都會受到拖累之外 而且大家都會跑一些紙本的公文 那紙本的公文外面就很難知道 我們在討論什麼 可是我如果在這些地方上班的話 他們都只能用電子公文或者用E-mail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很容易把它數位化 放到網路上 讓大家知道政府進行什麼樣的討論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台灣從2015年開始 就有了所謂的遠距工作 遠距勞動的這個指導範本 所以如果你覺得你的工作 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完成的 或者在某些地方你比較有創意的等等 而你想要跟你的雇主去進行協商的時候 不管你是哪一個行業 你都可以拿勞動部的這個範本 去跟你的雇主說我要遠距工作 那所以這個很少人知道 所以我在這邊也工商服務一下 所以我當時就是拿了人事行政總處說 公務員也適用了 公務員如果你的工作跟網路有關的話 你也可以申請遠距上班 不受工作時間跟地點的限制 所以我當時就跟院長說 好那這個就是工作條件 那這個院長就說 可是你禮拜一正午會 禮拜四院會總得來吧 那我就說好 那我就一個禮拜來兩天 所以除此之外的時間 我大概就在全台灣 就是巡迴或者出國等等 那我禮拜三的時間 就是在空總的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這個地方相當的漂亮 然後它的這個就是整個設計 都是大概有100多家社會企業的朋友們 一起來設計出來的 像這個主視覺這個足球場 就是喜寒兒基金會的一些喜寒兒所畫出來的 那他們非常有創作力 這個其實我還畫不出來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想把它做成一個Living Lab 這個地方並不大 那當然依然是一個更大的Living Lab 我只是現在先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叫Living Lab 舉例來講 像最近從2015年 2016年2017年 我們這個地方都跟MIT 就是麻生理工學院的媒體實驗室合作 讓他們在這邊去測試無人車 所以大家問說 無人車在台灣是不是已經上路的時候 我都說已經上路很久了 只是不是無人的汽車 是無人的三輪車 那無人的三輪車 雖然說這個童謠裡面說跑得快 但事實上跑得很慢 意思就是說 它撞到東西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撞到人也不會怎麼樣 然後它的路權是行人的路權 所以我們也不需要特別的法規命令 我們這些三輪車就可以整天在建國華室跟空中跑來跑去 那它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什麼社會問題呢 就是很多年長者 他喜歡逛建國華室 逛了就會買嘛 買了就會越買越多嘛 買了越來就是很多噴災啊 什麼東西的 那它有兩個解決方法 一個是不要買太多 那這樣他心裡覺得很可惜 那第二個呢就是找年輕人跟他一起逛 然後年輕人就變成驼壽 然後就要整個搬越來越多的東西 那這當然也許對聯絡感情有一點幫助 但是我想就是說 大家並不是很想當驼壽的這個角色 寧可這個一起去欣賞這個花石 所以像這樣子的無人三輪車 它就是一個 它不是取代人的工作 它是讓人的生活經驗 生活品質可以提高 就是你逛的時候 它是在旁邊陪你嘛 然後呢 那你就是買了什麼東西 你就丟到它上面 它反正就好像 就是你的 就是同伴動物這樣子 它就跟著你走 然後那你就就是 真的是妥售嘛 你就丟上去 然後呢 那到最後你買完了 那你就 就坐上去啊 然後它就幫你這個 就是送回家這樣子 因為反正 大部分會逛的人 它家也沒有住很遠 所以就把你慢慢送回家 然後呢 也沒有停車問題 然後它又跑去找別人了 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 Living Lab的一個 Demo的原因就是說 這整套的城市嘛 都是我們叫做 Open Source 那Open Source 就是開放原始碼的意思 就是說 它拋棄掉它 大部分的著作財產權 你只要說 這個東西是MIT寫出來 你只要願意給它一個credit 那你可以隨便去改它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學生 像北科大啊 一些大學的學生 就開始改 就是說好比方說 如果這輛車 它現在碰到它 無法判斷的情況 那也許呢 它就會露出這個 焦慮的表情 那到底一輛車 要怎麼露出焦慮的表情 他們就用了很多方法 像閃紅色啊 或者是什麼橘色啊 它是在看哪裡啊 弄幾個眼睛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就是說 它等於教這種新物種 怎麼樣去跟人溝通 因為像人跟狗 也不是一開始就變成 同班動物的嘛 是從狼慢慢巡化變成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累積開放資料 累積一些開放的原始嘛 這樣子它就會更切合 是說這個社會希望技術 解決什麼社會問題 而不是說好像我們看到 自駕技術很潮 然後我們就一定要它 就是突然之間 全台灣都要試 然後衝什麼趴數 衝什麼KPI 我想這不是我們台灣 創新的方法 台灣創新的方法就是說 它真的能夠解決社會需求 所以在這麼小的空間 都可以透過無人的三輪車 透過沒有到5G的網路 透過很普通的4G網路 就做這樣子的一些小規模的測試的話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說 在更大規模的地方 不管是對於教育 或是對於長期照顧 或是對於怎麼樣 這些新科技在有5G的時候 在有不只是三輪車的路權 而是我們接下來會有 各種叫做法規上面 一種沙盒嘛 沙盒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試著去違法 然後告訴立法院說 我接下來就是要做金融創新 或者我就是要做平台經濟 或者在今年年底 就是說我們就來做無人載具 那這個無人載具 這個全世界都是 車子歸車子 船不歸船嘛 在台灣不太一樣 台灣叫做無人載具 它是陸海空的 所以呢 就是有人在說要測鴨子船 就是說我測一測 它就跑上來變成一輛公車 或是說這個你在路上開一開 就飛起來的那種東西 那這些都是可以測試的 那在測試期間 可能一年之內 那在台灣我們就是說 那立法院就是授權這個廠商 這個測試的人 跟在地的縣政府或市政府 去寫一個實驗計畫 在這一年裡面 大家就可以把法律 用你想像的那個方法去做 你可以寫一個版本 等於你當立法委員 你寫一個版本的法律 然後你排除是用本來的法規命令 每一個部會的 你都可以challenge 那在這一年裡面 你就可以違反這些法律 用你想像的新法律 來證明給社會說 這真的有解決到社會問題 那當然如果到最後一年之後 實驗失敗 那我們很感謝投資人 幫我們付了學費 下次就不要這樣做了 然後下一個創新的人 就多了很多資料 對不對 所以下次創新顯然成功率就會提高 那如果這是一件好事的話 那它過大規模 可以延長一年 然後如果這是大家 整個社會都覺得很不錯 那它就變成我們新的法規命令 那如果它需要改法律 甚至可以延長到四年 這也是全世界最長的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立法院就不用去管一些 他們沒有看過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再有看過 小規模測試的情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宜蘭就是很適合去做這樣子一個living lab 在剛剛講的這個實驗期 不管是一年到四年裡面 不管是你要做無人載居 你要做智慧醫療 做長照 做遠距教育 做什麼東西 你在這邊證明出來 而且你告訴整個社會 這是一件好事 之後那立法委員 跟我們行政院 就不得不用你提出來的這個方法 來當作我們新的法規命令 那我覺得這是蠻好的 不過當我說你可以challenge 每個部會的法律的時候 這個每次法務部 都要附身下來 我們就好像那個投資一定有什麼 有賺有賓那樣子 我一定要念一段警語 就是說你在這個 就是實驗過程裡面 你不能實驗 我實驗一年來洗錢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說我不能實驗一年 資助恐怖分子 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大家除了洗錢 自恐眾是不能實驗的之外 這個台灣我們接下來 會有各種各樣的沙盒的 這種setbox的法案 那什麼都是可以實驗的 所以我想這個是living lab 存在的意義 就是要整個社會可以看到說 我們現在看起來好像是 互相這個競爭的 就是經濟價值 環境價值 去開發 或者是保持社會的融洽等等 甚至你可以透過一些創新的方法 變成整個社會一起來去發展 這樣子一個對大家都好的一種創新模式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living lab 存在的意義 那當然他進來之後 他測他的總部放在 就是伊安科學園區 那當然就是比較近嘛 他可以就近的去進行一些 研發測試 製造等等這些東西 當然如果結合好 比如說大學的力量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的概念 第一個問題我通常會講比較久 因為給大家比較充足的時間問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 現在有28個問題了 我大概40分鐘不知道會不會回答得完 回答不完就先道歉 OK 有八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如何尋找人生的意義 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跟大家講 就是說問出這個問題 就是尋找人生的第一步 那為什麼呢 因為事實上意義這種東西 它不是存在一個個人的 沒有一個個人的人生 存在意義 意義它總是發生在你跟別人之間 社會關係之間 你跟環境之間 你跟地球的關係之間 你跟整個生態性之間 你結合的越多 就越可能有意義 然後你越是完全不做任何的結合 不管是網路上的 或者是實際面對面的 或跟土地的這些結合 它就越沒有意義 但是這個意義的內容 是發生在你跟對方 你跟你的社群 你跟你的網絡 都覺得這件事情值得做 那只要你跟這些人 都覺得值得做 這個東西本身 這個共識本身 才是創造意義的這個源頭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的這個問題 拋出來 然後別人發現說 有八個人嗎 對不對 發現說 我也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 那忽然之間 剛剛有按讚的這八個人 就形成了一個 我們叫做弱連結的一個社群 就是說我們在場 至少有八個人覺得 去想人生的意義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下一步就是說 那你想辦法找到這八個人 然後呢 例如像說這個 你可以去開一個這個 如何尋找人生意義社團之類的 你可以待會出場的時候 在門口這個請大家簽到 或什麼之類的 總之總是要組織起來 那組織起來之後 那你們就可以進一步的去聯繫 那在這個時候 意義就會在你們中間發生 所以我想就是說 你拋出一個東西出來 永遠是即使不完美 永遠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 我也很喜歡一個歌手 叫Leona Cohen 他說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看起來很完美 無懈可擊 然後你也不去問別人問題 然後就做得很棒 那這個旁邊都拍手啊 好棒棒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 你跟別人沒有發生連結的可能性 反而是說 不管是透過網路 或是透過實際的這種分享 你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別人有問你問題的機會 你也有一些不懂的 想要問別人的 那這個時候 這樣子的問題的連結才能發生 那這樣子發生之後才有意義 那我自己覺得 人生的意義 就是靠這樣子的方式來創造 有十一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以一個六年級來看 目前政府的補助的年輕人的計畫 非常非常的豐富 但是為什麼年輕人感受不到 不曉得委員有沒有什麼看法 以及目前政府有沒有什麼樣子的行動的計畫 來改善這個狀況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自己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青年發展圖像的一個盤點 那什麼叫做青年發展圖像盤點呢 就是說我們把所有的每一個部會 現在正在對青年做的事情 或者是說希望青年能夠參與的方案 又或者是說雖然並不是要青年參與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超過一半的參與者都是青年的方案 就是大概這三種方案 全部都把它先盧列出來 所以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這些都是網路上有的 網路上有的我就不會花太多時間念 但是你只要找青年政策盤點會議 你就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各部會計畫 青年發展議題的類別 以及盤點的列表 那我們所做的事情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們透過我們行政院 有一個院級的青年諮詢委員會 有35位35歲以下的青年 第一排的不算 除了最右邊的阿峰之外 那就是這些青年們 左邊這五位心態上是青年 這個我37歲了也是重年 總之這些青年朋友們 他們就是在接下來的時間裡面 就是會貢獻非常多的心力 去把所有部會的這些青年政策的盤點 去做一個讓大家覺得怎麼樣有感覺的 這樣子一種重新架構 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正在做的 而且他們如果覺得目前行政院沒有做的 或地方政府沒有做的沒有做好的 那他們也可以提案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目前提了 非常非常多的案子 就是希望說大家在行政院規劃案子的時候 能夠讓大家做一些有意義的 讓青年更有感的一些事情 所以當然有一些我覺得是很棒的 像爭取國際技能組織 亞洲區的這個主導主辦權 讓各部會更花時間去跟青年溝通 然後有一些朋友們關注永續發展 性別平權 原住民族這些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又有一些呢 這個比較是亮綠色的 就是說我們並沒有完全參財 好比想說要不要明天就來弄個 無條件基本收入 那這個國法會現在是說 我們在先可能小規模測試 先做一些研究案吧這樣子 那所以不管有沒有完全參財 我覺得大家有感並不是建立在說 大家提出來的東西都要照單全熟 大家為什麼對於像線上電 電商好比像說這個黑帽宅機片啊 或PC Home的物流啊 會有信任 並不是因為你點了之後 下一個小時它就送到你門口 沒有人做到這種事情 那是因為它每一站現在到哪個集貨 站到哪一個點到怎麼樣 你隨時都可以上去看 你隨時都可以問 你隨時都有客服來告訴你說 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所以說你可以問說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叫問責嗎 有人來回答你 這個叫做當責嗎 那中間的這樣一套系統 叫做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就是所謂的客責機制 就是讓我們都能夠知道說 到底現在走到哪裡去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我們這樣盤點完之後 我們就會比照 我們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有一個叫做來監督的這個功能 我們會比照這個方法 讓大家知道說青年政策 實際上本來走到哪裡 現在走到哪裡 未來走到哪裡 這個網頁就是join平台 台灣2300萬人 已經有500萬人用過了 可是我們也知道 大概有490幾萬人來 就是來連署的 那但是其實蠻可惜的 因為上面還有一個分區 叫來監督 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 它是所有各部會1370項 所有的計劃 每一個計劃 全部都公開在這個上面 那所以不管是地區發展計劃 青年發展計劃 任何東西 你只要在這上面留言 專業的事務官 就會直接跑過來 然後就回應你的這個問題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當我們把青年政策 放上去列管之後 當然應該要多來利用的 因為最有感的就是你問了 然後大家就馬上來回答你 所以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執行進度 預算達成率 每季或者每月管考 它發哪些研究案 招了哪些標 有哪些你可以參與的部分 有哪些公聽會等等 大概都會在這個上面講 那累計的預算達成率 其實如果不需要學過會計 也知道累計大概是不會往下調的 但是金門大橋這案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往下調的 那所以我們在留言板就可以看到 這個這是一個九年計劃 留言板就可以看到有人就馬上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問責的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雖然它的拼字不是很規範 但是大家都知道它要問什麼 對就是就是就是 對 好 那然後我們這個金門的承辦人就馬上上來回說 因為廠商嚴重這個施工進度落後 違約書面控制 這個沒有辦法這個就解約了 解約說他把錢吐回來了 我們又重新找了一個廠商 現在就比較沒有這個公期延誤的問題了 那像這樣子他只要解釋一次 他不用接地方名代 接媒體 接什麼的40通電話 因為每一通都不知道前面39通已經問過同一個問題了 你只要這樣公開回一次 以後大家Google自己就找得到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之前 為什麼青年人無感的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想要問的年輕人可能真的打電話來 說不定也問了縣府 縣府的承辦人說不定也回了email 也回了縣長信箱 也回了電話 但最後還是只有那個問的人知道嗎 別人都不知道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其他人還是無感 直到他又有足夠的這個勇氣或者怒氣 再來問一次為止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公開的課責機制 我覺得這就是去建立信任 而且讓大家比較有感的這樣子一個關鍵 郭嘉誠同學是國發所研究生 問說這個宜蘭引進廠商所提供的薪資 明顯的都比西部來來的低 那這個是一個具體的事實的分享 對不對 我們我們郭同學要舉個手嗎 好 對 那你有想要闡述的部分嗎 因為這個是事實的分享 所以 大家好 是台灣大學國家發展 你做做做做做生 那我先前服務於西部的 就是我在那個新竹社學院區 然後擔任那個半導體工程師 我是自動化工程師 然後我曾經在西部服務 大概將近十年左右這樣 那有一段時間 我肯定回到宜蘭這邊的那個科技公司工作 這樣子 那其實明顯我看到的情況是說 這邊提供的行資器 它經過精密的計算之後 就是它大概公司它大概都會扣除 就是可能在外地工作的一些生活成本之類的 這樣子 所以它拿到的一個明目的薪資 其實都是比較低的這樣 那會導致一個 我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狀況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 嗯 曾經有同事在宜蘭這邊工作 那他拿到明目薪資比較低 然後試著跑到西部那邊去工作 然後 結果他到那邊去工作工作一整年下來之後 他發現說 他的生活成本在台北那邊扣掉之後 跟他在宜蘭這邊領的薪水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是說 因為從他進來的時候 他可能一個是說 宜蘭這邊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那個人他需要就業 所以他可以找到一些勞動力這樣 然後其實也有一些人力數是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但是他實際上 他以我當初服務的那家公司來講 他在竹科有公司 然後在宜蘭這邊立的公園區 他也有公司這樣 但是他給的這個薪水他其實明顯上是有差距 而且他是針對說 這個員工可能是西部來的 或者是宜蘭在地的 然後他會去做一個薪資差別的代理這樣 那但是實際上這家公司他還算 在立者 就是在宜蘭這邊 立者園區裡面算比較好的公司 因為其他的可能如 可能先前發生公安事故那些公司 他們給的薪資都明顯就是都低很多 那事實上我從 我在我先前夫的這家公司 看到蠻多同事 其實他們都是宜蘭人 大家可能做了一陣子之後 他可能會試著回到宜蘭這邊工作 但是我追蹤了這些人之後 發現一件事情 這些人都多半回來工作了一陣子之後 要不是回到又回到西部去 要嘛就是可能他就到中國那邊去發展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工作嘛就是一個是說 你可能要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一個也要得到適當的收入 或者是有發展的空間 那目前看到的情況是說 雖然我們這邊有引進一些企業 可是這些企業他可能總統的因素 沒有辦法提供一個合理的薪資待遇 然後讓這些 也許一開始就在宜蘭就業的那個青年 他不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差距很大 他會覺得說我在宜蘭做可能就贏得比較少 但是如果他原本就曾經在西部工作 他就會覺得說 那我這邊的工作量搞不好比較大 或者是可能是相同的 那但是問題是他產生這個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之下 他可能還是會選擇到西部去工作 但是他到西部去工作的時候 就產生一個問題 比如說在新竹工作好了 他必須要購買房地產 他才有辦法在那邊生活 要帶小孩等等的 那些以前我們看到的是說 蠻多人他不可能在西部工作 在新竹工作 那他可能結婚生了小孩之後 把小孩送回宜蘭這邊給父母帶這樣子 但是他就會造成了一個分割兩地的問題 那目前是有看到一些 他可能會把父母接到西部 或者是接到台北那邊去 那其實我覺得 這可能是一個應對的方式 可是他可能會造成生活的問題 哇這個竟然有消音的功能 這個會議室真的是非常的先進 不過我想這個大概不是 就是這個其實是三個問題 可能是三個層面 這三個層面分開看來比較好 不然會混在一起 一個是說就像有一位廠商馬上留言說 這個我們提供薪資跟西部一樣 就是說確實有一些廠商 他是直接去算說你的生活費多少 那那個是一筆帳 然後接下來才是你的薪資嘛 那所以這個這樣子做的廠商跟 欸不是我就是覺得說 欸同樣的工作就是同樣的酬勞 那這樣的廠商 確實他的每個廠商 他在HR的部分是不一樣 那這個也牽涉到他的行業別裡面 到底是廠商在搶人 還是就是就是員工的溢價能力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說 只要是在在地的這個親自的狀態 他越透明化 這個實際上也是最近勞動部 這個這幾年都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不管是勞減的狀態 加班的狀態 去做這個就是有沒有給加班費的狀態 然後實質的明目薪資的狀態 因為有保勞保嘛 他可以從那個數字裡面算出來 然後等等這些狀態 他都全部揭露在勞動部相關的這樣子一個網站上 所以大家在做職埃選擇的時候 甚至在這個面試的時候 你是可以拿這些數據出來 問你的面試官說 欸這個網路上勞動部的資料說你們會這樣這樣算 那你也能不能給出一個好的說法 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fire掉你這樣子 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在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是被拗的 就是 frankly speaking 就是說你接受了一個比較不好的 就是要做成合作者 那個完全鈴鐺別論 那但是如果不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還是 就是很同意剛才總經驗的見解 就是說 一開始有一段就是學習跟累積實力 然後第二段就要開始很aggressive的 去拿這些公開資訊去抑架 這個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我覺得是比較結構性的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很值得深入討論 就是說好 那即使在這邊就業 然後狀況也不錯 也真的學得到東西 但是呢 其實很容易就磁吸 或者就外流 就是說等你累積到一個程度之後 那你當然你去新竹 或者你去新加坡 或者是去上海 忽然間你就覺得說 那本來工資就更高 而且雖然說這邊生活水準不錯 但是至少小孩也長到一個歲數了 也可以留在這邊 說不定讀個什麼實驗教育之類 然後你就出去打拼了 那這個狀態確實是存在 所以這個狀態的存在 我覺得 首先我們肯認這是一個事實 那第二個是說 你要怎麼有系統的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是一件事 那第三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說 我們如果假設外流 它就是會發生的話 那有沒有辦法對流 就是說有沒有辦法說 是別的地方的高手 學到了一個程度 他發現說他一定要在宜蘭 他才能夠去實踐他的理想 實踐他的抱負 你如果不在宜蘭的話 那他就沒有足夠大的空間 沒有足夠好的環境 沒有足夠多的這個雙語的社群 或者說隨便什麼啦 就是說不管他做什麼 在宜蘭 他有一個不可取代性 所以他練了一身功夫之後 他非到宜蘭不可 那這個的話 他有某個程度 可以去平衡掉 那個第二項的東西 就是說 我常常是說外流不是問題 只要你有退流的話 外流就不是問題 所以這是第三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其實我剛剛稍微掃了一下 大家很多問題有一些想法 所以我先專注回答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工作的這個性質 或者我們的工作的型態 他是必須要面對面溝通的 但你到某一個點上面 甚至你被深層 比較說這個亞太區 或大東奈亞區主管之後 你幾乎一定得跑 你幾乎一定一定得飛 這個是大概沒有辦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就會一定會有travel 那travel到一個程度 你就會覺得說 好那我就待在不同的地方 那所以這個是一件事 但是我覺得 網路取代馬路的情況也在發生 就是說 像我最好的幾個朋友 他們就是寫城市的 他們都是挑這種 就是坪林啊 或者宜蘭啊 或者等等的這些地方 因為就是真的住起來最舒服 而且他的工作 他反正只要有寬屏就可以工作 那我們蔡總統說寬屏是人權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在台灣任何一個地方 如果沒有寬屏都是我的錯 不是啊都是行政院的錯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那這樣他當然是挑別的價值 就是環境或社會價值 因為反正他工作的地方 不是需要在這邊設場 那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像這種數位遊牧民族 我也很坦白講 直到我們的外國人才專法 或者是我們的新的公司法 或者是我剛剛講 2015年的遠端就業 遠端勞動的那個方法 這些修完之前 大概可能2014年以前 就是非常不友善的 就是不管是在稅資上 在各種方面 就是你如果想要當一個 這樣子的數位遊牧民 不管你是外國來台灣 或台灣人 自己要當數位遊牧民 就是國家處處找你麻煩 那所以那就是因為我自己 身受其害大概20年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最近兩三年這個真的 真的大概都鬆綁了 如果還沒有的話 就讓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這裏有多一點的這種 他的工作 他可能一個禮拜有一次到新竹就可以了 或者他一個禮拜有一天到隨便哪裡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時間 他是可以在遠端去工作 那這個不管是對於他跟他小孩的關係 他跟他父母的關係 我覺得都是比較好的 那這也是值得我們去探索的一點 那尤其未來5G的這個時代裡面 你不需要待在一個定點用光纖網路 你才可以有這樣子的工作環境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這樣子的工作環境 那這個是值得我們從現在就可以想一想 因為5G的普及化 從現在算大概就三四年之後 就已經普及化了 物聯網就更快 可能一二年之後就可以開始測試了 所以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們現在可以先往這個方向去做planning 那至於第三個部分 忽然之間這個就有一位朋友們 提出一個非常不同的見解 所以我想因為也有13個人按讚 所以我們就直接移動到這位朋友的見解 所以朋友問說 其實宜蘭幹嘛需要科技產業 我們這場是講科技產業 其他別的場是講別的產業 那所以是不是這場就取消掉算了 就是說因為在新竹在台北 這個金發局很強 這個竹客很強 那這些都很強 那所以大家都知道說台灣的這個 整個半導體的產業鏈的聚落 在那一帶 那精密機械的聚落可能是台中附近 那所以這些東西 都是現成的 那所以難道宜蘭不能夠就是說 我們去做六級這個農業 我們去做休閒的農業 那我剛剛講的這些國際化這些東西 用這些還是一樣可以做 並不是不能做 不是只有自通訊才是國際化的科技 國際化的市場 所有的農業科技也是科技 無人機也可以屬西瓜 也可以噴農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完全相同的東西 你可以應用在完全不同的場域 那你用的這些場域 那我們這些搞無人機的也有事情做 那這樣子的話 創造的機會是不是比較好呢 而不是說大家都關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一些園區裡面 然後一天到晚一些城市 外面也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對不對 這是一個非常 valid 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我唯一的回答 就是競表同意 就是我覺得說 這個是真的是有回答到一個點上 我覺得當我們說 有什麼事情是你學了一身功夫之後 你非來以來做不可 我們當然政府可以提供很多的 剛才已經講到了很多 就是包含空間 包含平譜 包含這些東西 法規松綁等等 這些沙河 這些誘因 可是這些誘因都只是讓你來 它不是讓你待著 讓你待著 勢必就是說 你做這個題目本身 要跟這個地方的社會產生連結 不然的話 那你就是來這邊做research research pilot 測完了之後 當然你就搬到更好的居落去了 大家新創都這樣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確實如果 就像這位朋友說的 我們就是去結合現在這邊的農業休閒 結合這邊的觀光的這個特色 結合這邊的 我不知道其他的別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或許科技它就不是本身是一個產業 而是它是這邊本來的產業的這個輔助 我們最近在講AI行動方案的時候 常常大家會聽到兩個詞 就是AI產業化 產業AI化 那但是 如果這個 AI產業化 你把它展開的話 它的意思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說 委婉來這邊設一個 一百多人 兩百人的AI research center Google也是 一兩百人 NVIDIA Amazon Facebook 反正你念得出來的話 大概今年都有落腳台灣 然後去搶這個台灣非常強大的這個AI人才 但是你說這個叫不叫AI產業化呢 其實我覺得是打一個問號的 因為他們做的題目 可能並不是AI本身做的一個產業 他們做的是他們輔助 好比像說我剛才講的那個無人三輪車 輔助Mobility 那或者是說 他們做的題目是長照 那它讓醫師跟就是 在大醫院的醫師跟在照護據點的 它中間有一個更好的聯繫的一個方法 讓診所的醫師 他不會只有能整一小時中間 都不知道病患在幹嘛 然後在這個下禮拜 或者下下禮拜有一小時 他中間有一個持續的 可能一個聊天機器人啊 或什麼東西 讓大家能夠去進行討論等等 那這裡面有沒有很多AI的問題要解 有啊 像說如果你要跟你的醫生的AI分身 去這個complain說這個 那個藥沒有用 你用這個身體又不舒服 或怎麼樣 那你當然會想要用你最順的方法 不管是用用台語啊 或者是用這個在地的語言啊 或甚至我不知道太亞語啊 這邊任何就是相關的 你就是長者們自己習慣怎麼講 就會怎麼樣 那這方面的語音識別技術 國際很多大廠 現在在台灣開發這樣的技術 我們很Active的在聯絡 但是你說這個東西本身是不是產業 大概真的不是 它是融入現有的這些社會需求 然後把這些產業導入AI的部分 讓它不用一直做一些很榮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其實才是對的 所以我除了鏡表同意之外 我沒有什麼別的話講 大概這樣 那有12位朋友說 這個宜蘭距離南軟很近 宜蘭是不是有機會成為南軟的衍生基地 因為這是匿名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辦法問說 對你來講衍生基地四個字是什麼意思 因為這四個字我是第一次聽到 我不知道到底什麼叫衍生基地 衍生基地的意思是說 它那邊四個東西出來 然後在這邊擴大測試 還是說那邊招募一批 這邊招募一批 然後兩邊用電傳視訊或什麼東西去通話 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想法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碰到這四個字 但是不管這個是 就是說我現在在進行一個腦補的動作 腦補雖然很補啊 但是就是大概都是錯的 所以如果這位朋友願意舉手的話 我也很感謝 但是如果不願意的話 那我就只好說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本來軟體工作 它就是跨越地理環境的 然後確實相對近的好處 就是大家可以共享食物啊 這個一起辦一些黑客送啊等等 所以軟體聚錄跟軟體聚錄的好處 是它只要有鬆散的連結就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個禮拜見面一天 對我們這些寫程式的已經很多了 好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覺得當然可以啊 而且它也不會只是往南軟 它跟任何別的軟體工作的聚落 它都可以成為就是這種互相連結 互相延伸的這樣一個情況 這個在軟體上 確實是比在做其他的題目上來得容易的 因為軟體從你寫好到你寫的這一份 在它的機器上可以跑 中間是這個光速的速度 就是光鮮的速度 那做農業的話可能沒有辦法 從你這邊種出一顆東西 到它那邊種出一顆一樣的東西 它不是光速嗎 是光合作用的速度 所以可能就已經要花五年到六年了 所以我想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當然很鼓勵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想法 有12位朋友們說 如何讓在大陸流浪的青年歸鄉 他們都說回不來了 我不確定這邊指的是美洲大陸 還是歐洲大陸 還是澳洲大陸 可能是亞洲大陸 就是說當然我們是一個島嶼 那確實世界上也存在 就是說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島嶼 又覺得自己是一個大陸的國家 就是澳洲 但是我們不是澳洲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就是島嶼 一群島嶼好了 這個媽祖金門澎湖都很重要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是一群島嶼 那島嶼裡面本來就會有一些題目 是很適合島嶼做的 你如果要做生物多樣性 不管是在海拔的 或者是台灣海域有百分之十的 世界上的物種 或者是要做這種 你需要完全開放的公民社會 然後整個社會一起來創新空氣盒子 大家自己量測這個空氣的品質等等 那這個當然你去別的地方 然後馬上就查水表 所以你只能在台灣做 所以有些題目大概就是在亞洲 只能在台灣做 那但是有些題目呢 你就是需要在一個很大的Lanus 就是一塊大陸上面做 那這樣的話不管你是去澳洲大陸 美洲大陸、澳洲大陸 或者是就是亞洲的其他大陸地區 那是因為你的題目適合這個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說很多時候 按照這個題目的樣子 他是可以在島嶼 在台灣創新 然後去大規模地方規模化 這個很常見 但是反過來講 也有說在那邊創新 發現在那邊做不下去 所以一定要來這個台灣做 那這個也很常見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有對流的話 外流就不是問題 因為本來這就是看你挑的題目是什麼 你的題目決定最後會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完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 那我並沒有覺得這是一件壞事 那所以就是 因為這個問題後面有一個 預設說好像一定要鬼祥嘛 對不對 那第一個我沒有覺得一定要鬼祥 對 然後那第二個是說 人的每個生命階段也不一樣 我們也看到很多他好像去美洲大陸 這個創業做的非常多ICT的朋友們 那他到了可能五六十歲 所以他覺得他在那個career上能夠做的 就差不多這樣了 也心裡就是充滿了感恩跟滿足 跟一大堆錢 那所以他就回到台灣 不管是他捐助他的母校 或者他是成立像這個 幾個什麼社會影響力創投啊 或者是做一些基金會啊 NPO啊等等啊 這個在台灣也是屢見不鮮 我覺得台灣這種 飲水資源這種文化是非常多 非常好的 所以也許他說他回不來了 可能是因為他才30歲而已 那說不定他到五十歲 五六十歲的時候想法是完全不一樣 那他五六十歲回來之後 按照目前的生物技術 他還可以活30幾年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待在台灣時間也沒有比較短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往比較長程去想比較好 大概是這樣 有些朋友們問說 這個對宜蘭跟台北資訊產業發展的差異化 有怎麼樣的建議 台北的資源豐富發展成熟許多 宜蘭應該要怎麼吸引資訊公司來前來進駐 就是說作為一個 就是現在還在寫程式 我寫了快30年了 明年就30年了 來講 我們寫程式的人 其實最看重的 除了食物要好吃之外 那個是一定要的啦 之外 其實重點就是他的社會氣氛 他的社會氣氛 是不是有一種 我們隨時都可以幫得上忙 的這種態度 因為在各種各樣子的技術裡面 城市它是最能夠 我們常常說 在所有的工程師裡面 我們用的材料 是最不一樣的 我們是所謂的 平空製造 凌空製造 就是我們用的東西是 完全是抽象符號跟數學家一樣 我們做出來的東西也是抽象結構 跟哲學家一樣 但是這個東西它可以決定 大家怎麼彼此溝通 怎麼彼此了解 資料怎麼儲存 怎麼樣子把我們腦裡的 或身體上的一些東西 自動化等等 但是我們不需要任何材料 所以這個地方出產什麼 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說我們只要有寬屏 然後有水有好吃的東西 在哪裡都可以工作 那這個是資訊間很大的一個不同 那純軟體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當你解決了一個地方的問題 它的規模化是不需要成本 因為你就靠到另外一個人的機器上 跑就好 放在App Store上面 忽然之間所有人都可以下載 放在網際網路上 忽然一搜尋到的人都可以使用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差異化 它就是建立在說 我住的旁邊的鄰居 會不會覺得我在解決這個問題 是一件好事 然後呢 我住的時候 是不是我每天醒來 這個街頭巷尾都覺得說 啊我做的事情很有貢獻 那像舉例來講 我在LOOK之前 有做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可能也有人用過 叫做蒙點 它是一個字典 那這個字典它就是在教育部 剛好就是開到工程 就是你可以看到任何它的這個字 它的筆劃 它的台語 科語 英語 法語 德語 然後你對任何這個定義 有什麼想法 這個它可以去做各種各樣子的切換 然後甚至還可以去做這些 一些這個在地的一些諺語啊 在一些這個討論啊等等 這個我阿嬤就非常有感 因為它是陸港人 當然那個是文開書院的小孩 所以我們就非常多話題聊 因為它對這些諺語 每一個都有它自己的 見解啊 想法啊 語用啊 等等啊這些東西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然後我們又可以一起去學 對我們都是新的東西 好比像說客家化 那因為有這個四線海路 大府 嬈平 趙恩 南斯縣 這個六種各種不同的餘料庫 那所以我們就等於多了很多不同的文化 那又有朋友們拿著這一套 去做阿美族的 阿美族的盟點 就是阿美族的族語等等 所以我又因為這樣子 學了一點點阿美語這樣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住的那個地方的附近的社群 不管它是阿美語社群 或者是 Sakiraya 或者是 就是漢族的裡面的 客語台語 或者是 就是華語的使用者 就是 大家都對我很好 覺得我在寫這套東西 對大家非常有幫助 然後即使是外國人 他來這邊想要融入台灣社會 他也會跟我要很多的 不同的建議 看他怎麼樣變成他語言學習的一個部分等等 所以我們很快就有一個社群 然後這個社群 就每一兩個月大家一起吃披薩 然後去看說 怎麼樣讓一個完全不懂台語的人 可能是外國人第一次來台灣 他可以最快的學會台語之類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到了一個辦法 就是 一個網站叫做 這樣子 你就不是只是查字典而已 而是說你有一些 這個真的可以參與的東西 你可以錄音啊 你可以做各種各樣的貢獻 那所以大家就不會覺得我是外人 就是我不懂台語 好像不是一件很丟臉的事情 而是說我可以因為 剛剛說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嘛 大家就可以彼此之間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這些寫程式的人覺得說 我們寫出來這些東西 就不是只是一個一個單一的使用者 他也低著頭在那邊查字典 而是說他促成了各種不同族群 各種不同文化中間的融合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我很有貢獻這樣子 那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我是最有成就感的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任何地方 他只要有這樣子一種文化 我們叫做韓融 inclusive 包容性的文化 願意讓我們這些 全資訊科學的人進來 去改變這個社會關係 所謂的社會創新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地方是我們的家 而且我們根本不會想要離開 因為 就是對我們有意義的人 就是在這邊嘛 那這樣子的話 別的地方 不管是出更高的薪水 出什麼樣 那我們就說好 我們還是住在這邊 我們就會想要遠距工作 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 跟這些社群相處 所以像有這樣子的一種 多文化的社群 我覺得才是留下 我們這些做軟體工程師的 幾乎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這樣 有一個朋友問說 留言的IP會不會被記錄 不會 謝謝 然後我也鄭重澄清 我沒有透過GPS追蹤人的能力 我不是萬死亡 OK 接下來 有十億的朋友問說 這個 對於一個從零開始學習語言的人 最推薦怎麼樣的語言 或者說對科技不熟悉的人 該從什麼角度切入科技最快 這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學程式語言 我假設這邊講的是程式語言 那如果這是程式語言的話 我的回答永遠都是 學一個你最多朋友知道的程式語言 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程式語言就跟任何自然語言一樣 每一個程式語言中間的差別是非常有限的 你先學會一種之後 你學別的都很快 所以你第一個學什麼 其實完全不重要 那但是重要是什麼 是你旁邊的人在學什麼 因為你旁邊的人學的如果你不會 其實就跟自然語言的社群一樣 你旁邊都愛講Sakiraya 然後你去學 就是好比方說達悟 那這樣子就 就是不是很能溝通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你旁邊的人的語言 就是你的第一語言 這是最快的 那接下來你在學什麼都很容易 如果別人跟你說 不會啊 你的思維模式會被定型啊 或什麼東西 其實很簡單嘛 就你做一個完全不同的案子就好了 這是非常容易解決的 那第二個問題說 對科技不熟悉的人 應該從什麼角度切入科技最快 我有個朋友叫做Linda Lucas 她是有辦全世界的一個活動 叫做Rails Girls 就是基本上就是 讓女生來學Rails的城市設計 但是因為Rails Girls辦的太成功了 各地都自己會辦 就有各種不同的 像什麼R Ladies啊 Pi Ladies啊 等等等等 就是女性的城市學習的社群 現在在台灣非常非常的活躍 那他們在辦這些工作坊的時候呢 有一次好像我記得是叫Arduino Arduino它是一個開放的硬體 是一塊板子 非常的便宜 你可以任何人去叫它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說 他們先去問 你生活上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有沒有哪些東西 是你現在覺得最困擾的 你覺得是跟軟體硬體都沒關係的 你只要講最困擾就好 然後呢 他就有一個學員說 那這個年輕的媽媽 小孩我忘記幾歲了 大概可能兩三歲吧 三四歲吧 Anyway 那這個他有嚴重的分離焦慮 就是說媽媽一離開家 沒多久他就哭 那哭了這個別人安慰都沒有用 那這個打電話也沒有用 那然後呢 所以呢他就很困擾 因為他就是很難出去 即使就是去這個慢跑啊 或者是去做個運動啊 做個瑜伽啊都沒辦法這樣子 那後來呢這個 他好像經過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就學 因為他是解決單一社會問題 你旁邊的都不用學 所以他就非常單一的 去學了Arduino的 一小部分的程式設計 他就做一個很簡單的Display 這個Display就是一個數位顯示器 就是那個電梯的那個 那種簡單的LED啊 那他做的是什麼呢 是一個記步器 這個記步器連到他手上那個運動手環 然後他就只顯示一個數字 就是媽媽離家裡還有幾步 就這樣 那所以這個非常好學 你如果只要解這個問題 然後有一個懂的老師教你的話 任何人兩個禮拜就會學會 寫到這個程度的程式設計 所以很神奇啊 他小孩就看那邊 一百就是九 就是八就是七 然後他就知道說到零的時候 這個家門就會打開 媽媽就會出現 然後小孩就不哭了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說你本來覺得分離焦慮 跟程式設計到底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只要透過我們叫做設計思考 就是Design Thinking 像這個是所謂服務設計 就是設計思考的方法 你總是有辦法找出自動學科技 對於你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那重點不是說為了去學啊 你就學一大堆 而是說先用設計思考的 這樣子一種想法 去把自己碰到的困難 把它分析成 某些拆解成 可以自動化重複做的部分 這個叫做運算思考 那有了設計思考運算思考的 這樣一種歷程之後 你幾乎總是可以找到 你engage科技的方法 那就是叫科技來解決你的問題 而不是說科技反而造成你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完全沒有先想說 那我有什麼生活困難的話 那就是寫了一堆東西 也許那些東西反而造成你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建議的一個角度 那我們剩三分鐘 所以就最後一個 若說一南人投資台南是歸於返鄉 我應該是目前以克里唯一的外來物種 以宜蘭科學園區來說 中央與科技不是以科學工業園區更年來激起 當初提發貨號不激起量產 是為了減少失業生產的污染 但是由國土計劃計劃 經施行來說 這當中可能交集貿號上也好 數月產為下也好 會是一個施行集會 宜蘭科學園區有沒有可能 未來是以這位數位園園區來進行 這個我畢竟還是不是語音合成 中間還是要換氣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說智慧數位園區 它當然是不能不落地 不能不接低氣 所以其實我剛剛 不管講的那個什麼技步器 它其實還是有硬體成分 它還是有顯示器 還是有手環 還是有無線通訊 那或是像那個無人三輪車 它其實確實城市碼占大部分 可是你還是有一輛車 就是你要改造的時候 你還是有硬體的部分在 但是這些確實有個好處 就是它的汙染是非常少的 不能說完全是零汙染 但至少它製作過程中 也許有一些汙染 這個我也不去否認 但是它使用的時候 你只要好好使用 用愛物習物的精神去使用 它的每個部件都有多重用途 所以當你試驗完之後 覺得這個就很爛沒有用 你猜一猜這些Arduino板子 這些Sensor這些什麼東西 你還是可以去做下一個實驗 所以它的對於 就是我們現在叫做 循環經濟的貢獻 其實是蠻大的 而且它也可以去讓大家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其實機器 並不是什麼神秘的黑盒子 就算AI都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 它就是一些像樂高一樣的元件 大家組一組解決生活問題 沒有解決你猜猜 再去解決什麼別的問題 所以我確實同意 就是這種Open Innovation 它是一個非常低持續性污染 也許有一點點一次性污染 有非常低的持續性污染 而且可以去捲動整個社會的 所謂開放式創新的參與的東西 所以這個確實是我會推薦的 但是也要提醒的就是說 那在這裡面 其實不是都只有軟體的部分 它那個底欲 底下來的那個硬體 它的精確度可靠度等等 這個還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們因為就剛剛好 現在就四點了 我們就先回答到這邊 謝謝 謝謝政委 給我們帶來了 非常不一樣的互動模式 那剛剛大家的問題 都秀在上面了 那我相信政委的回答 也給大家非常非常新奇 那也非常受益良多 我們再次熱烈掌聲 感謝了唐政委 剛剛我有看到一個題目說 怎麼都沒有休息時間 我快憋死了 我想是因為 你要上廁所可以自己去 但是我想你會憋死的 大概就是不想錯過 任何一個精彩的回答 那我們現在把場地 重新做一個小小的佈置 這個時間大家要上廁所可以去 我們休息五分鐘好不好 五分鐘後馬上回來 那在我們正式開始問答之前 要先特別跟各位報告 我們勞工處 縣政府勞工處每年都會辦理論壇 那我在勞工處長任內 對今天這場論壇 我只做了兩件事 一個就是決定邀請唐鳳政委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我的同仁很成功的邀請到唐鳳政委 然後我7月17號就離開勞工處到民政處去了 接下來所有的工作 都是吳志鴻處長 帶著勞工處的同仁一起努力把它完成 我們給吳志鴻處長跟所有勞工處的同仁 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進行今天的問答 那因為剛剛在slide上 已經有先出現了兩個針對 除了唐政委之外 兩位雨潭人的詢問 我們先就一個那個問題是什麼 好你有記下來 那我就先把麥克風交給我們的李處長 因為問題比較多 所以我大概會回答比較簡單 然後盡量節省時間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再會後再一起看看怎麼樣繼續了解提出來的問題 那提出來的問題大概有五個 第一個部分是有關具有關智慧運輸的部分 問說因為我講的比較快 所以可能相關的內容沒有講清楚 那智慧運輸他目前是要解決目前 而一樣線塞車的問題 那目前塞車大概有有另外的解決方式 就是開路嘛 不管是鐵路或是公路 開路當然是一種解決的方式 可是開路要花很多的時間 大概最快八年最慢大概十五二十年才能夠完成 那沒辦法解決目前已經塞車的問題 所以目前大概希望說 運用直通訊或是物聯網 或是AI的方式 看看有沒有辦法透過這樣的方式來試著解決 那試著解決的能夠達到的方式 或是達到的途徑大概就是分流 分流大概兩種分流方式 一種就是 硬體的分流就是道路分流啦 不要全部擠在一條路他就不會塞了嘛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時間分流 為什麼要有時間分流 因為 應該現在南北兩段只有一條路啦 比較快的路啦 所以你要道路分流的時候就遇到困難 所以就要用時間分流 那你要分流 大概資訊的提供是最重要的 你要告訴他 什麼是那什麼時間點 那個時間已經在塞車了 就不要走 這個是一種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就是鼓勵他或懲罰他嘛 一種是鼓勵他 你只要那個時間就是人少的時間走的時候 可能你有比較好的優惠 那種優惠是比如說通行費的優惠 或是時速購物上面的相關的 你在旅遊期間你的發會上面就會大幅度的降低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就是懲罰他 懲罰他就是提高他的通行費或是入程費啦 那可是懲罰的動作我們不敢做啦 所以現在在做的事情都是時間道路分流上面的鼓勵措施 所以我剛剛有講到兩個部分 兩個軟體 那兩個軟體 那兩個智慧運輸相關的方案 兩個加起來要一億喔 所以並沒有那麼便宜 所以他兩個加起來一億的經費 都在做時間分流跟道路分流的鼓勵措施啦 那這個鼓勵措施含的幫你把所有的流程 就是說你從AD到BD 假地到疑地 所有的公共運輸或是私人載具上面 幫你都安排好了 也都幫你訂好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會有一些效果 可是因為才剛開始 所以我們可能要花點時間 才能夠知道他到底的效果是什麼 這個是智慧運輸的部分 另外5G的場域比較簡單 5G的場域就是縣政中心周邊跟 宜蘭科學園區跟一大的 目前的城南校區三個加在一起 是一個5G的頻譜公共頻譜的試驗場域 那未來大概相關物聯網無人車無人機 還有相關的行動上面的試驗 都會在這個區域來進行啊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老人照顧上面的 智慧平台上面的相關器材上面的一些功能 那主要他有兩個部分的功能 第一個部分就是照顧員 他他的照顧的相關的輔助的器材 那這個部分就是 第一個部分就是因為以前大概都是用手寫 沒有透過雲端 所以現在提供的有一個4G的平板跟雲端 再來就是有一個智慧智慧手錶 那智慧手錶這個部分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即時錄影傳輸的功能 因為在照顧的過程之中 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他會他有那個照顧的功能 那個錄影的功能即時傳輸 那我們的控制中心會知道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他只要緊急的情況按一下鈕 我們的相關的緊急的救護也會也會抵達 而且抵達的過程裡面 因為他已經定位了 我就不用再找了 我那個相關的救護人員會即時知道在哪裡 然後即時到達 這是輔助的部分 那老人手上有什麼 第一個 他有健康手環 健康手環就是非侵入性的相關的訊息 都會馬上穿毀我們的控制中心 包括他的心跳 血壓這些 他會知道 包括他暈倒了 我們會知道 這是即時局資訊的傳輸 另外就是定位 因為有一些是有關 他是那個失智上面的 那我們一直希望說他只要離開家了 他有那個照護員或是相關的資訊中心 會知道說他離開家了 或是他去到哪裡了 這個是這個部分 另外就是我們有不老診所的相關的 老人他我們有特約診所 他相關的疾病上面的照護去那邊的話 得到比較好的服務 那在那邊我們有放健康機這樣子的訊息的傳輸 也就是說他基本上面他在那邊檢查的相關的資訊 會傳回來我們的控制跟資訊中心 那這些行程大數據之後回饋給照服務員 那他去到他透過他的視訊平板 去到現場他就去到服務的過程裡面 他就會知道之前這個老人的健康狀況他是怎樣 然後才能夠提供適量的服務 大概我大概目前看到的大概是這些主要的問題 我先回答到這裡 不耽誤時間 那如果等一下還有進一步的問題再提出來 我再來回答 以上 好謝謝謝謝東如處長 我們常常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那面對高齡化的社會 在照顧上 尤其是對我們的長輩的照顧 常常 如果你是第一線照顧的人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需求 政府 政府也提供了很多的服務 但是有很多東西 如果我們能夠用科技的方式 也許可以減輕我們照顧的人力 或者是能夠更有效的來幫幫忙到長輩 那也許我們在照顧第一線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你需要什麼東西 你欠缺什麼東西 從那個東西來發想 也許就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那這個問題 兩位有沒有要提供意見 因為其實Slido上面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政府是不是要投入一個叫做申訴網公告 然後民眾評價 這樣子一種公共諮詢平台 其實像這樣的平台建置 其實包含使用者的調查研究測試 它是成本非常高的一件事情 那我大部分的縣市政府 大概都比較難自己來自架設這樣子的平台 那所以我這邊也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我有在幫忙看那個國發會的 就是剛剛給大家看的就營平台 就是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其實我們雖然是從行政院 他的大家的提案連署 然後跟法規的預告 然後剛剛看到最新的就是 所有的那個關卡 等於公開關卡 這個流程去做出來 但是那是中央的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它輸出到隔壁院 就是監察院 那監察院的審計補做得非常好 就每次地方政府做了什麼創新的行動 以前都是會說主計擋著我們 那主計說因為審計會擋著我們 所以這些監察院都是最後一線的那個藉口 那所以監察院為了不要被當作創新的阻力 他們現在就是用這個平台 然後他們不是自己加 就直接用國發會加好的 那做什麼呢 每次地方政府做一件創新的事 他們本來是庇護工廠是補助 現在是用一塊錢租給社會企業 讓這些生長者自己去營運 那這種新的方法 他不知道怎麼審計嘛 所以他要問大家 那有沒有什麼疑慮 那我們常常很很羨慕這個審計部 因為我們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建議的時候 有30個人來有建議 我們就很高興了 但他們問大家有沒有什麼疑慮的時候 動不動就300人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說 因為你要給建議你要先看完資料 但是你有疑慮你就隨便寫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說疑慮的這個參與度是非常高的 那審計部就把它整理成 我們看得懂的這個官樣的這個文字 然後就來問說 負責設計的政委就是我啦 對於這個台北市設計大樓這種大家的疑慮啊 9點疑慮我們整理過啊 有沒有什麼說法 那這樣我就回答 那回答之後他們就建立新的審計原則 那這個時候他就不會是擋住這個進步 而是說這件事就可以做了 但是他可以循規蹈矩而做 而且在別的縣市可以複製 所以我覺得是很棒 那當然目前有實際在上限在測的 或使用的就是台北、南投、雲林、高雄、台南、澎湖 那但是至少是完全不用成本啦 是直接上來用就好了 所以如果這邊感興趣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免費提供這樣子 好以上工商服務結束 好謝謝謝謝唐政委 好 那那個各位現場的好朋友們 除了剛才透過slido詢問之外 你也可以現場提問 你有任何問題歡迎舉手來提問 我們的工作同仁在旁邊都會把麥克風遞給你 有沒有我們現場的好朋友們要提問的 這裡有一位 請告訴我們大家你是誰 你的問題是什麼 大家好 有聲音嗎 大家好 我今年26歲 然後我是以 麥克風沒有開 然後我是宜蘭在地的青年 然後我在這邊就業 那我現在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在地就業發展論壇 然後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宜蘭在地的企業組 我想全台灣的企業組都是如此 就是他們在他們手上握有了大量的資源 以及大量對大量的獲利 就是在公司的獲利 那我做一個員工 然後我發現的問題就是 他們掌握了這些資源之後 卻不願意分享給底層員工 那導致就業的青年 新入社會的青年 認為薪資過低 甚至我本人也沒有任何很多的存款 因為生活上花費也很高 然後我沒有辦法去購買 我屬於自己的房子 像這樣子我沒有辦法去存錢 企業組不願意給薪水 那我想要問的是 為什麼企業組會不願意去 讓出他們的獲利 來給予我們這些 較為底層的員工 請問這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是為什麼他們掌握的資源 卻不願意分享 掌握的工資獲利 卻不願意分享 我們是他們賺錢最重要的工具 卻不願意給我們這些 這樣子的 好處讓我們能夠去生活 讓我們能夠擁有很好的生活水平 我覺得這個才是在地就業 發展如何去發展 去發展就業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一個 根本要去處理的問題 就是像台上有 政府相關的人員 也有企業組 那我希望你們可以去回答 為什麼企業組們 不願意去分享他們的利潤 以及他們的資源 好謝謝你的提問 我想今天剛好有企業組在這裡 那也許可以從企業經營者的角度 來回答這樣的問題 那去年度勞工處做了一個 青年就業的廣泛的調查 發現很多年輕人不願意留在宜蘭就業 到台北或到新竹去 其實最多的幾個因素 一個就是薪資過低 第二個就是產業類別跟他所學的不相關 所以他學的東西 他覺得在宜蘭沒有用武之地 他就只好到外縣市去發展 這也是一個原因 那我們現在先請羅總來回答你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 當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比只能算一下 單位成本的問題 你問企業組 其實很簡單一個問題 我舉例我上個禮拜公司 也是發生了一個問題 一個員工傳解訊給我 他要跟我討論所謂的薪資問題 然後我問他 你就問他一個問題 你到我公司多久 然後你能不能算一下 你平均一個月 平均下一個月 為這家公司創造多少的獲利 我不曉得你們知不知道 你今天基本薪水三萬塊 那這家公司在投資這個人的成本上 大概多少錢 你不知道 你告訴我 三萬塊薪水你認了就有三塊 不過是外國的 就沒有比較多錢 就是自 Dubu 他的所謂產出的附加成本是17萬7千塊 然後我一個月算單獨他 給他的薪資跟勞保健保這些的支出 算一算將近5萬塊 因為他平均一個月 離4萬2到4萬7之間 然後加勞保健保大概5萬塊 5萬塊除以他一個月創造的附加價值是17萬7 所以等於他的成本我要付3萬8 那你們就問看看說 現階段哪一個工作有30幾%的活力 那為什麼不反回來想一個問題 你既然在這邊上班就像我剛好 你實力具備到了跟老闆談一個條件 當成他的合夥夥伴有沒有辦法 假如說你是一直蹲在後面 你找工作給我做 我做你的工作 那永遠就是在那裡 那你為什麼不 我在你這邊做 我幫你創造一些的獲利來源 那我不相信這個老闆 他敢就把你放在原地不動 不敢 就像你今天那個業務 你有能力他今天繼續3萬塊 但是你幫他創造一個月有80萬 100萬的獲利來源 他怎麼敢不幫你下去 那問題就是這個點 像也許你們認得說 在地是因為什麼 你進出方便吃住睡方便 但是當你到外面去的時候 最大差異在哪裡 都要靠自己 所以我才說 你假如說錢是從自己口袋掏出來 他的錢的價值其實翻好幾倍 所以一樣問題 剛才我看上面有個問題提說 好像 其實那一個問題提 說什麼儀科裡面 那儀蘭的返鄉回來的鮭魚返鄉 是什麼外來人種其實不是 看心態 其實不見得說 每一個事業主都是 那一種好像要吃病裡面 不見得 所以剛才有一個提問 那後面就一個 我是廠商 我先講 我不是 那個不是我 他說我是廠商 但是我北部幹 為什麼會不一樣 其實你就想嘛 宜蘭的那個租金跟那個 新屬的租金 還有你在這邊做的時候 你的心態跟在那邊做的心態 其實不一樣 你假如能夠把心態感覺 自己 我就說過 每做一樣的做法 你都把它想像 錢是我口袋掏出來 不是從別人口袋掏出來 那個做法 心態絕對不一樣 就像以我為例 我今天從宜蘭 那時候宜蘭農工 畢業到台北去 我老爸就告訴我一條路 我弟弟是宜蘭高中畢業 我是宜蘭農工畢業 我老爸告訴我 他沒有辦法 支援兩個同時讀大學 就是要我選擇 做老大本來就是比較衰 怎麼辦 我說我是工科 我出去有工作做 我弟是高 依然高工 那他吃不了苦 所以我讓給他 他讀大學 我沒讀 但是到最後會不會說 就因為他有讀大學 成就更好不見得 看你自己 那我剛才在談的時候 你說企業組會不會 其實我也是從 員工上來 但是我為什麼現在會不一樣 因為我想擁有 就像你今天假如說賺三萬塊 對我來說 我當初一個月三萬塊 我創業之前 我一個月是三萬八 但是你相不相信 我可以存到快三萬塊 怎麼存 所以我前面一定是 很努力把錢存下 我不會花瓜 我留後面 所以我前面大概 存大概六個月時間 我可能天天是泡麵 但是第七個月起 我就不用了 我把這些錢再放回去 所以我才有辦法到 其實我三十八歲 哪一年要把公司吃下來的時候 公司本來是虧三百多萬 那我要吃下來一樣 以前跟雲南溝通是老闆去談 這時候跟雲南溝通是我去談 那相對的現在不一樣 那你問說企業主為什麼不願意錢拿出來 其實不至於說都不會 要看產業的特性 假如今天是製造業 其實所有成本都有了 唯一老闆會拿不出來是你看到的 你自己以為 你假如有去估算過 其實你知道鴻海現在老闆 他們獲利多少 零點幾%而已 但是為什麼鴻海不會打 他是其他產業去支援 那你假如願意 尤其我剛才說 現在就位跟創意最大的問題說 為什麼像宜蘭地區 像剛才說 是不是宜蘭科學園區 一定要走向所謂的 什麼科學園區 科學園區的定義很多種 很多種 是不是一定要製造 製造 就像剛才跟處長談到一個問題說 以前的製造是因為你都要 人工去監控所有的條件 包括污染條件 那現在不需要 問題是鎮運有沒有辦法 馬上變得去改 有時候我跟我兒子經常開個玩笑說 馬路上為什麼一條過馬路的人行道 要一年兩年的建造 我就開玩笑說 中央開放 交通部長民選 我去應徵 我保證一個禮拜 我就把地下道建完 信不信 我有我的辦法 但是這個辦法一定會跟所謂的證明 還有一些法規抵觸 為什麼這麼說 我說很簡單 我只要找兩個人在路的兩邊 各挖一個兩公尺建方的地 我只要知道我那個地方有沒有所有管線 我避開管線的地方 第一個動作做到 第二個動作怎麼做 利用一個晚上的時間 叫十台挖土機過來 路挖開 挖開之後 叫那個有種水管 三公尺或四公尺直徑的水管 放下去 塗填上去 鋼板扶上去 一個晚上 上面烘車 底下慢慢摸 但是問這個證明有沒有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像我科學園區 我蓋兩年多了 那為什麼到現在 我還沒有辦法很正式進駐 其實很多問題 交通很多問題 還有人才 不是我們不去做 別人我不知道 以我的立場來說 我跟宜蘭大學合作已經三四年了 你猜我公司三十個人 我一年我會聘請十九個到二十九個的公讀生到我公司去 你認為是我為我自己找麻煩 反而是我希望給下一代希望 你就想這一段 我公司三十個人 第一年我學校的見教生二十九個 我一個帶一個我都不夠 但是我本來有一些事業者不是全部是壞人 他是真的也想去做 但是問題做了之後東西丟在那邊沒有人收尾怎麼辦 就像監察委員到我宜科去訪問 去做調查 其實也是因為人家在問說 宜蘭科學院是不是蚊子園區 所以監察委員有兩個過去 然後我也是受訪者之一 然後問那我說很好啊 一秀一律造成 我告訴他我全家大小事情做不完 標準員工標準情況 八點上班是七點五十五分到 然後打網卡五點下班的時候五點半 現場也有一個在我公司實習 他應該就見識到 很現實 這是很現實的現象 假如你要改變這個事實 我就問你啊 你假如多做 就像我也遇到過我的工程師 他下班的時候他剛好回家的路 他那個路剛好是什麼 出車禍塞車 他回到公司 坐兩個小時 等路通的回去 他不會想說 難道一定要大漢橋 新海橋台北橋難道不會回去嗎 他不願就再公司他 那公司他他也不願意 那我到實驗室 打個卡再去加班 他也不願意 那說有些東西 我是說有很多是特例 但是這些特例到最後變成習慣性動作 那假如說你自己認了這個事情 是我 我不要跟他一樣 我就存下心態啊 假如我不存這麼心態 我請教你 高中從高工從宜蘭到台北去 然後混了幾十年 然後回來 我認了也沒有什麼成就啦 只是問題說 我跟他不一樣 我不願意永遠當員工 我不願永遠當員工 所以我就去找路 所以我剛剛說的 很多反應並不是說 因為現在的資訊太發達 所有的反應絕對不需要說 一定是讀書得到 所以我公司大概下個月 10號還有一個評鑑案 你知道國家實驗室 至少十個以上的博士到我們公司要去評鑑 然後以前我們每次評鑑的時候 評審都會問我們 公司養了多少的博士碩士 我說有啊 我們屋頂上就直接一台天線跟外星人連通 時間到我就問他 這個怎麼辦 所以有時候我會跟公司 亂開玩笑說 你假如不相信 你到我周圍上去 你可以找到一個什麼 擲筊的那個擲筊 我說什麼事情 當你出門要右轉左轉 你假如不相信去擲筊 我右轉左轉 那為什麼要問 自己先做 假如你有做這些東西 萬一就像你現在努力的 做到某個程度 萬一真的沒有成績 我認為至少你可以自己告訴自己 我努力了 所以我這十幾年來 人家不做我去做 做到最後 你會發覺說 好像是吃虧 就像我在東雲電機 公司告訴你老篩去加班的時候 你不能有加班費 因為他不願意支付一次兩個人去做 所以我去幫老篩處理的時候 我沒算加班費 所以幾年下來 他該會的都教我 所以我真正的學歷這邊是定工 然後大專這邊剛好一個同學 剛好剛好外面跟我相信說 我們三十年不見 我本來沒那麼硬 後來想怎麼要顧 因為我到三十幾歲 我才只讀大專 那我前兩年 才在這邊讀壽司畢業 但是我的工作的學歷 我工作上的所得 其實並不是真的從學歷上得到 而是平常時你去外面了解溝通的 所以我說我車子為什麼三年我開的十幾萬公里 是我自己開喔 不是別人幫載我 為什麼 我遇到問題我就找答案 所以我本來在通訊我RF 我本來不懂 我不是這個科系的 但是我花不到一個月 整個搞到最後連中科院退休一個軍官 到最後他只有認齋 他離職我自己接 所以有時候是看你努力 你假如真的努力到整個程度有了之後 就像說那院長說 你去跟事業主談 但是談的前提是什麼 你手上的power多少 假如你談能夠有power 我相信事業主絕對不會看清 而是反倒會把你拉進來 你去做 謝謝 這個部位你就看看 有一點希望 好 羅總經理提供了我們另外一個 從雇主的角度來看的一個思考 那這件那個唐政偉是不是也要跟我們分享您的想法 我自己是國中載學 國二載學 但我校長對我很好 因為當時沒有自學 沒有像宜蘭這邊那麼好的自學環境 所以他就幫我瞞著教育局 所以我都有去上學 所以我票面上還是國中畢業了 事實上沒有 但是當時我去創業的時候 其實當時創業沒有那麼多 好像員工跟創業家的想法 因為當時就我們三個朋友 各出了一筆錢 大家股份都一樣 然後就類似好像合夥事務所那樣的方式去做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那是我第一次創業 而且也是很快樂的一次創業 因為大家股份都一樣 而且三個人你要說服兩個人 你才能夠做任何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他的那個凝聚力是非常高 那當然我們那一家叫資訊人嘛 本來是出版社 那時候我還不是股東 我們轉型成軟體的時候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做搜尋引擎 然後做線上拍賣嘛 然後大概做到快要做到通訊軟體的時候 我就離開了 那我離開當然很多原因 那其中有一個是 我就開始擴大 擴大的時候 感覺上的那個就是革命情感 就開始有一點弱化 就是很明顯就知道說 有第一批的員工就是所謂的元老 然後第二批大概就是打工的 那打工的要變成元老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啊說真的 那然後他就會開始 就是在公司裡面出現一些 大家參與制度不夠 那當時我們也想過 比方說員工技術入股啊 或者是說 是不是大家用一些比較像細股的方法 可是當時台灣的法令 真的就是這方面限制很多 當然現在都鬆綁了 那所以後來他們去拿到 Intel大概一億台幣的投資的時候 我就已經不在公司了 那時候我去創了另外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規模就很小 大概就是兩千萬一開始 那但是其實就是 用合作社的方式來經營 就是我們現在會叫勞動合作社 那當時我們雖然是挑公司型態 但事實上就是說大家就是分紅 我們就是抽10%的類似於 供給金當新增費用 那我自己所謂叫做負責人 可是我總經理 但是我每個月就是領兩萬塊這樣子 那可是那樣子的話 人慢慢變多 可是就一直都不會有 好像後來的人永遠說不上話 那種感覺 我覺得他的氣氛比較好 那這邊並不是說哪一種比較好 因為後面這種 大概也拿不到一億元的投資 就是說如果你要做高風險的事情 那然後你說這些大老闆 為什麼都不分享資源 要想說其實那些倒掉的 你大概就看不到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因為他當時做了 很願意去冒險的事情 但是後面的這種就是比較像合作社型態 現在必鎖型股份有限公司等等的這種 就是反正每個人都有股份 那你的決議是集體決議 或如果你是合作社乾脆 你不管股份多少都是一人一票 那這樣的話當然新來的人不會有 好像被救的人擋住 因為反正大概一人一票嘛 那這樣當然你沒有辦法引進 那麼多外部的外資啊什麼東西 大概沒有辦法一氣致富啦 但是工作的過程裡面一直都是很怕實 因為每個人就同時都是子房跟老房 而且也不受牢籍法限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要看你在創業過程裡面 想要怎麼樣一種團隊氣氛 那我覺得這個並沒有好壞可言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同時保障公司型態 跟合作社型態的創業的原因 大概這樣 好 謝謝唐勝偉的分享 那其實台灣的薪資根據主計出的統計 確實實質薪資在17年來是沒有成長 甚至有微步倒退的現象 那我想勞動部也看到了這樣的問題 然後我們在那個薪資的審議委員會 大家看到這幾年有逐步都調高了 我們從一萬八千多到一萬九千多 到現在是兩萬二 然後明年度還會再提高到兩萬三 實薪也從一開始的八十幾塊九十幾塊 到一百二到現在一百四 一百四明年會到一百五 會逐步的調高 那整個勞動環境的改善 在中央政府其實是一個很重大的政策在推動 大概是回饋大家這樣的意見 好 然後還有沒有其他的朋友有意見要提問的 來這邊張小姐 大家好 我是光輝 我想請教一下唐鎮偉 我看各件事都有成立社會實驗創新基地 那宜蘭是沒有的 可我可以協助 也成立這個社會實驗創新基地 然後讓很多的企業 只能做那個社會企業的部分 也許能寫出更多的創業跟就業的部分 謝謝 有關於社會企業的問題 我先講中央的想法 其實我們社創中心在空中也參與一年而已 所以我們是釋出一個SOP來 那這個SOP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讓參與者一起決定這個空間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說我剛剛講那個空間 我說上百人一起決定 那個是很紮實的 就是我們只有一個會議是可以用 其他都地下室淹水 然後一切都是廢墟的那個情況下 一起來討論 那討論的時候大家就會提一些公務門 完全沒有想到的 好比像說我記得大家第一名說要有的 因為大家一起吃才能聯絡感情 然後另外就是說 每天都要開到半夜11點再關門 因為一般公務門 營運大概七八點就關了 那但是呢 你吃完飯那個idea才剛要開始 所以要開到半夜11點 那這些我們都照單全收 然後還有就是說 當時我每個禮拜三去主持 那個就說不要停 以後唐鳳你就每個禮拜三都來 那所以我就變成我每個禮拜三都去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這個空間 它隨時讓參與者有能力改變 這個才是社會創新實驗 這個建築中心跟以前的所謂的育成 或者是一些Maker的空間 創作空間最大的一個不同 它實質不一定差那麼多 但是它的那個經營方式是比較民主的 比較合作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剛剛整理出 這樣子一種好像SOP 所以其實各縣市也還沒有收到 我們的那個函說 在接下來有一個複製的一個方法 如果有要活用的空間的話可以去做 但是那個我們明年有變經費 所以明年是有可能去做 這方面的一個擴增的 但是具體縣市的意願之後就不知道 具體縣市的意願 我們現在聽聽李東如處長的分享 我們應該是 宜蘭縣的話 當然還沒有發展到社區的階段 可是我們的公民團體在全國來講 其實發展的倒是走在前面 因為我們社造做的蠻早的嘛 那在這樣的基礎上面 其實我們在三四年前的時候 我們曾經成立過第三部門發展中心 跟社會創新的實驗基地計势 非常類似的一個東西 那當然一開始的發展還算蠻蓬勃 對第三部門的發展上面 在協助上面也有一定的功能 可是在中間我們跟議會中間有一些溝通上面 出現的落差 意思就是說 有一些誤解就是認為說第三部門跟社會運動 在某種程度上面被 被認為說第三部門好像是不是要發展成社會運動 這樣子 其實那個不是我們的想法 我們發展的想法是 原來第三部門跟公民團體 最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發展成社會企業 那是這樣的想法 是後來因為溝通上面的落差 所以我們的經費在議會被刪除 當然這個不能怪議會 因為溝通上面還是很重要的 第三部門跟縣政務跟議會 溝通上面還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議會刪除了預算之後 我們這個業務目前就變成說 全部回歸到我們縣政務這邊來處理 當然我們還是希望說未來有機會 這樣的型態的第三部門發展 或是創新的社會創新 這樣的型態能夠持續的來發展 所以如果未來有機會的部分 憲政務也願意說來 登對這一塊來 有時候換成名字議會就會讓你過來 這個我來考慮 主要是這樣子 好 我想最後我要保留15分鐘 給三位語談人有5分鐘的總結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剩下5分鐘時間可以提問 請大家能夠盡量把握時間 果然匿名的比較踴躍 舉手的比較不踴躍 來 中間這位 穿黃衣服這位先生 這位年輕朋友 謝謝 其實 我是在年輕的最後一年自己創業 然後在那個 年輕之後 已經不是年輕人了 我是算中年大叔 我們以社會定義45歲的方式 來進入宜蘭科學區 所以我剛剛提到兩個問題 其實我們相對我現在來看 那年輕人現在的就業還有 那個的機會是非常多的 政府的輔導 真的比我們當年的時候還好 那我也利用一個問題來串聯 剛剛說的問題 剛剛也有廠商 有年輕朋友問到說 他的薪資很少 那為什麼廠商不給多一些 那我自己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子 就是說 剛剛羅董已經有做一個回事 那我現在另外一個想法是說 現在我們有時候在一些產業 我們需要一個比較特殊的 專業領域的成員 那我們想瞭解一下 譬如說 政委對這個 對這個軟體或資金產業很熟悉 那我們有沒有一個創新裕程 我說或是輔導 我相信很多的就業計畫 那我也想利用這個機會 也請我們大家 你不能當年輕人知道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 很好的輔導的計畫 那事實上它可以創造 宜蘭這邊的中高階人才 我們宜蘭不一定是只有 觀光產業的人才 不一定只有賣東西的人才 我相信宜蘭一定會有 那個 這個 所謂像正委一樣 很厲害的這個軟體人才 我是想說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 還有有沒有這樣的方法 可以給大家知道 最後給我30秒 自我承認一下 剛剛講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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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廠商 不是 第二個 最後一個問題也是我 我這是外男人 那我外男人總是說 我是外男人 在宜蘭人來看 我是外男人 但是我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真的很好 這邊的年輕人 我公司 本來 我一年前來 宜蘭只有一個人 但是我現在真加到六位 那我希望是說 其中有三位是在地人 宜蘭人真的很棒 然後我希望 讓各位所有年輕人知道 不要忘記給我 不要抱怨太多 努力的做 我們宜蘭人真的很棒 謝謝 好 謝謝你 宜蘭的新移民 我們熱烈掌聲 歡迎宜蘭的新移民 軟體的產業 其實他的 腦袋就是他的工廠 他的生產線 一部電腦 就可以是他的生產線 而且他又不會製造污染 他又沒有場域的限制 你還可以遠端的工作 那剛剛的問題 我們現在 你問的是唐振偉 我們請振偉 來給我們提供他的高解 宜蘭要怎麼樣推動AI人才 我想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個 如果你要找這個 宜蘭縣教育處的願景目標 他是我以前在課發會的那個同事 菲利就是老師 就是有一個明日教師跨域課程 科技生根的這樣子 一種一種想法 這個其實網路上都找得到的 那因為我們這個問題 在課發會 反覆討論 那所以 所以我們大概 我 終整成三點來回答 好了 一個是說 我剛才演講你們已經講了 就是說 學AI不是學這門技術 學AI是學一種 有系統的去看我們工作裡面 有哪些地方是榮的 榮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輸入固定 輸出固定 誰來做都一樣 它沒有這個個人生命經驗的部分 而且它會累積資料 你知道符合這四個條件 它就是榮的 那你就是在資訊科學叫Trivio 那榮不是一件壞事 它是一個機會 因為這個時候AI就可以進來 它可以當你的學徒 就算他只學到百分之二十 你也減少百分之二十的工作 因為這個學徒不會搗亂 對不對 那不是人 那也沒有這個勞健保的問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這個系統性的檢視 這個才是那個跨域的重點 那大學現在都是在說跨域教學 甚至學院實體化 跨學院教學 capstone 這遠距大學系統等等 我想高教未來會有更多這種 我們這一兩年透過一個叫大學社會 責任 這是第二件事情 就是去讓在地的問題 不管是像伊蘭這邊 可能觀光的一些事情 能夠透過當地大學的能量來解決嗎 這個口號叫有大學的地方就有希望 雖然是口號 但我覺得是真的 那所以這是第二個 那就是融合 讓高教不要變成是好像 大家學完再來解決社會問題 而是學的過程就是解決社會問題 那這個大家學AI的動力 我覺得會大幅度的增加 也不只是AI 任何資通訊都這樣 那第三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老師他本身的那個地位 或他對自己的期待要改變 因為以前我們在國教的時候 老師就是有標準答案的那個人 然後就算你的看法跟他不一樣 但是你表達你的看法 你就沒有分數嗎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新客綱就是明年上路之後 我們會更加著重說 不是你在某一個技能上做到你的老師認為的那個100分 而是說你的素養上 就是你怎麼樣去跟人溝通 怎麼樣去找到溝通的價值 怎麼樣自發的去培養好奇心等等這些東西 它是這些其實是可以測量的 為什麼我們新客綱可以這樣推 就是因為這些的測量技術 現在開始發展出來 我們讓大考中心開始有這樣子的測量能力 但是這個時候大家就需要救救我們的上一代 就是說我們需要 然後要讓這個大家覺得就是像其實剛剛這個總經理 剛才講的很好啊 你花10年的時間換7個工作 這些工作裡面很多可能還不太賺錢 去探索自己的興趣 那一定家人就很擔心啊 但是這個時候大家就是要一起往上去做期待管理 說這個就是事實上就是這樣 而且以後大學可以念10年嘛 我們學會受理法如果改完的話 那就是你需要的時候回大學嘛 然後再出來再回大學 再出來再回大學 這個會變常態 然後大家一路這樣子念上去 找到一個專業技能 這個反而比較不是常態 所以現在是就業很多嘛 創業很少 但是現在未來很可能是說 大家就是有點微創業 就是說每一次你都在試一個新的方法 這個新的方法不行那沒關係 反正沒什麼成本 軟體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試一個新的方法失敗了 你沒有什麼成本 你只是浪費一點時間 可是那個時間也沒有浪費 因為你有學到東西 所以就這種不斷的實驗 然後又沒有浪費掉太多的成本 這個概念我們要往上管理 就是讓上一代知道說 以前你去試一條不同的路徑 那可能是銀行一次借給你錢 第二次就不借了 但是現在你去實驗這些東西 它幾乎沒有成本 所以可以多試幾次 而且多試幾次 未來才能夠去掌握到自己真正跟社會連結的那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AI培育的時候 這個口號叫一戰代訓 就是沒有訓練的意思了 老師也不是訓練師了 也不是掌握標準答案的人 他就是陪你 就有點像教練陪國手那樣子 就是陪你去找到你的身體 你的社會 你的環境 你的知能 怎麼樣最搭配的那個方法 那這個陪伴可能10年可能15年可能20年 那我們對教育的想像會不一樣 大概這樣 謝謝唐政委 我這邊大概一分鐘補充一下 就是幫宜蘭大學做一下廣告 宜蘭大學目前有一個宜蘭大學的育神中心 所以他現在9月21號要進駐到宜蘭科學園區 所以如果有任何需要 可以跟宜蘭這邊聯繫 或是跟科學園區聯繫也可以 跟我們聯繫也可以 以上 謝謝 這邊有沒有要補充 好 好 那我們再下一位 剛剛是不是還有哪位朋友有舉手 我沒有看到的 好 這邊 是年輕人沒錯齁 是 那你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關於現在的網路事業 想要做這個國際的一個市場 因為我本身是男人 但是我覺得如果可以透過資訊 因為我們是做教育 跟國際在做英文同步考驗的 所以很多東西是可以外銷 還有包含一樣很多 創產業 所以其實可以把它轉換成 語言的方式 然後能夠打到各個不同的一個 國際的市場 但是我發現在金牛面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目前最穩定的一個第三方式 為了一個銀行 PayPal做的平台 PayPal已經撤出台灣了 所以說 目前這個預算也好在帶手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部分 怎麼樣在金牛面去規劃 蠻想要了解一下的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中國的市場 就是如果說 因為網路國界嘛 所以中國市場的部分 它的金牛就很特殊 所以怎麼樣透過數位金融的部分 或金牛的平台 能夠把那樣的錢透明化帶來台灣 那我們也可以合法的報稅 然後同時也可以就是 利益更多 各不同的創業者這樣 那我們在做 企業的培訓 跟一些伏導 還有線上一些課程這樣 對 那我很想了解金牛的部分 謝謝 金牛的部分 其實這個是 就是營業稅 就是所謂的 電商開始付營業稅 有些人願意落地 談一個新的稅則方案 像Facebook是很好的一個例子 有些人不是很願意像PayPal 所以他就去找了預算銀行 這個我想 大家都很熟悉 那對於跨境的這種支付課稅 我想這個是所有WTO 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不是大家一起做 就會出現所謂的 那個叫做什麼法規套理 就是 就是你就跑到一個沒有在收稅的地方 去避稅 然後 然後就一直做境外的收付就好了 那這個是各國的財政部 目前正在一起聯合 就是你要公平 因為不然的話 你從境外買 那他沒有那個營業稅 那他進來之後 等於平行輸入 永遠都會比正規的 就是中盤商要來的賺 就是那個帕數是固定的 那這個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可能只有對物流也有好處 但是事實上也不一定有那麼大好處 所以這整套東西就包含你銷售服務的時候 那物流也沒有賺到錢 他事實上就是國家損失遂手 就是這樣而已 沒有任何別人有好處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財政部這個立場 並不是台灣單方面決定的 而是整個WTOTC 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那這方面因為我不是做到財政部的 那所以我也大概就了解到這裡 那不過剛剛你提到一個很有意思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很透明的 讓各國的不同的系統裡面的資金 能夠彼此流動 那這個其實是分散式帳本技術的一個特性 就是說大家聽到分散式帳本 其實很多都想到比特幣 但是其實比特幣只是它的一個應用 而且還不是最創造價值最大的一個應用 我覺得啦 它最大的應用之一是去創造責性 就是像有一個新創叫做杜杜克 是公園院Spin-Off出來的 它做的就是你捐錢到尼泊爾水災的時候 你中間可能經過另外一個第三國的這個NPO 那捐款人都想要知道說 你中間你經過三手 他沒有把你的錢A掉 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的這個淹水的災民只分到一點點 那所以這個時候 它其實並不是當作電子數位通貨 它只是當作歷程裡面每一步的這個紀錄 那其實分散式帳本應用 可以說只有在這個應用上 它是成熟的 其他都要解很多數學問題 但是我們在這個現在的情況下 我們去讓這個金流它的透明 它的責性 可以是除了在法幣的這個領域之外 它有一份副本 然後這份副本是大家都不能竄 然後大家都可以發現說 真的是講Due Diligence 什麼可以往上丟 這個部分就是為什麼 各大清算支付組織 都在開始使用分散式帳本技術 但是不是比特幣的主要原因 所以這部分我想今晚會 我們現在是蠻前瞻的 就是說一方面在合法的範圍內 引進的非常多 像他們現在也有一個 金融創新實驗中心 而且也比照我們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之後會有專人 就是我的office hour 任何時候你對這些有想法 你就直接跑去金融創新園區 然後就會有金管會員 坐在那邊給你問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不錯 然後金融創新實驗第一批 沙盒的兩個也快要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台灣在這方面並不慢 而且也是因為我們這方面的彈性很大 就是如果你要挑戰法律 還有金融沙盒可以挑戰 所以各方面的人才大概會過來 所以我想很快的我們去 就不一定會去執著在說 PayPal來台灣不來台灣 或誰來台灣不來台灣 因為各種創新的就是 我在這邊的會對跟他在那邊的會對 在這邊的代售副 他可能可以在這邊成立一下 專門清算那個集團的代售副公司 等等這些方式就會開始出現 就是像新加坡有很多Fintel的那種模式 那這樣的話對你的工作 我覺得會很有幫助 因為這樣就可以很有效的收到各地的錢 而不用就是損失那個會損 那我覺得損失會損 這個我覺得是大家都覺得很痛的 但是你說你5%營業區 你想要規避掉 我覺得在場大家不一定會同意 所以大概是這樣 謝謝政委的分享 台灣推動開放政府 也不過是這近幾年的事情 那從政委的報告裡頭 我們就可以看到 確實的進步的幅度相當的大 那讓民間的意見 能夠傳達到政府端 再做政策的修正 跟政策的制定 會更符合人民的需要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再讓大家有更多的提問 那我們就請今天非常精彩的三位宇台人 用短短三分鐘的時間做個總結好不好 我們先從羅總開始 創業的確實非常艱辛也承擔很多風險 他今天跟我們分享很多寶貝的經驗 各位 我認為不管創業或是找工作 首先 假如你願意的話 就是去找你的資源在哪裡 像剛才那位他說 軟體用什麼好 我們現場就有一個宜蘭大學的研發長 有緣嗎 站起來讓他認識 他就是宜蘭大學的資源 所以 跟他交換個名片 等一下假如有任何的大大小小事 問他 我現在要學什麼軟體 我找哪一位教授來幫忙 他就幫你明確 這個就最快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是建議你 假如遇到困難 不要自己好像頭咧咧 自己去闖不見得 問人家 有時候很多東西 最快得到答案 最少最少他會幫你指一條路 我是建議會是這樣 謝謝 好 謝謝羅總 對 我很同意 這個現在是開門造局的年代 所以就是 只要不要怕丟臉 其實資源是非常多的 那所以這個面子問題 拋開之後這個 就是要斷裂那個什麼 齒力嘛對不對 就是因為其實在網路上面 你問一個問題 就像我剛剛說 審計部的案子 就是不一定有人要回答你 可是你如果換一個帳號 然後貼一個很爛的答案 那專家都跑出來糾正你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就是只要就是不要特別愛面子的話 資源是很多的 那我最後是想回答slido上面 目前還是最高分跟最新的兩個問題 因為大概都一兩句話回答就可以了 目前最高分是說 政府機關網站上面 很多是寫面譯 那但是首爾已經引進了說 年薪月薪死薪 這個東西要揭露 不可以去選擇面譯 那這個我們有沒有可能跟上 以我理解就業服務法 關於這一點就是說 你如果四萬以下 你不能寫面譯 這個好像已經出委員會 至少已經一讀了啦 那所以我想這個 就請繼續給你們的立法委員壓力 因為這個已經不在行政院裡了 所以這個如果三讀之後 我想就是至少四萬元以下不能免疫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很進步的 我是蠻支持這個東西通過 那最新的是有一位孫柏 有一個朋友Fish 問說這個 目前合作設法相當落後 不屬於中小企業 所以很多東西都無法適用 那是這樣就是說 中小企業 它是因為它也是中小企業處 它有一個中小企業條例 但明年1月1號 它會變成中小幾星創企業署 中小就是中心署 不知道要叫什麼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它的中小幾星創企業條例 有一次調整的機會 那他們的版本 我已經請他們 把我們工商登記 改成稅籍登記 那這個差很多 就是說因為工商登記 是往經濟部 它一定是公司型態 但是稅籍登記 其實它可以是各種型態 協會有在做生意 也有稅籍登記 合作社也有稅籍登記 有限合伙也有稅籍登記 所以以後社企 可能不一定是公司 社企它只要有同編的 大概就可以變成公司 所以很多資源就可以開始 藉由這個重新定義 中小幾星創企業 跟所謂的社企 其實把它流入合作社型態 經營的朋友們 這個我們已經在做 而且已經在盤點了 那2015年的合作社法 其實就有點像 我們今年的公司法 已經把 好比像說多重墓地的運用 這些部分 都已經做得鬆綁 所以現在的 我們看到很多新合作社 開始出現 而且它以前不熟悉的 就是勞動合作社 利用合作社 生產合作社 這些東西 社區合作社 都開始出現 那我們接下來會結合 教育部的資源 工程會的資源 跟經濟部的資源 一起去輔導這些合作社 型態的朋友 去重新利用我們本來 中小企業資源 大概這樣 謝謝政委 接著我們請李東如處長 我最後大概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鼓勵的部分 一個部分是提醒的部分 鼓勵的部分就是 不管就業或是創業 解決問題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除了我剛剛 在簡報裡面提到的 依然目前面對的 不管是房災 不管是交通用社 或是少子化 高齡化這些問題 比較大的問題之外 或是各位在身邊裡面 生活裡面遇到的相關的問題 只要你能夠用 資通訊物聯網 相關的技術上面 你能夠提出解方的話 都可以盡量找我們 資源目前不是問題 就我簡報裡面所提出來的 這些案子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資源都來自於中央 而且這是我們主動提案給中央 中央給我們的資源 所以只要能夠解決問題 請把你的解方給我們 那資源上面的 資源上面不會是問題 這個部分鼓勵大家盡量提出解方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我們今天談的就是創新就業創業 尤其是資通訊物聯網 AI這個領域的創業跟就業上面 雖然他能夠有一些部分 是能夠帶動相關的就業上面 或是創造就業機會 可是他很大一部分可能會減少 就業機會 這個部分要提醒各位 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在簡報裡面提到 有關高齡化的解方 為什麼我們要那個解方 就是因為目前長照上面的人力 高度的不足 所以我們希望說就藉助 資通訊物聯網這些技術 能夠在不影響照顧品質的情況之下 能夠用少部分的人力 來照顧比較多的長者 所以他可能會創造一些其他領域的 資通訊物聯網 AI上面的就業機會 可是他會減少某部分的 職業或是就業機會 這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最明顯 就是我剛剛在簡報裡面 有提到一個案子 我們做的是路邊停車 對不對 路邊停車 我只提到了說 提供的資訊 讓大家知道 路邊的停車位哪裡有位置 那個哪裡有空位 位置在哪裡 其實他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其實應該結合金流 也就是說他能夠連收費都會做得到 可是我們不敢做了 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之下 只要我們做了會有一部分的 或是大部分的收費員 他們可能會在就業 或是生活上面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往這個方向發展 可是我們又盡量避免他在就業上面的衝擊 所以希望說鼓勵大家在上面提供解方 可是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後面的社會影響面的影響 這個是我的結論 謝謝 是 洞察趨勢 AI的發展會可能會減少一些的工作機會 但是社會型態的發展可能也會增加一些過去 可能想都沒有想過的新的工作機會 那今天非常感謝我們三位羽台人 真的是非常的強棒 都帶來非常寶貴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沒有來的人真的是損失大了 我們再次熱烈掌聲謝謝他們 謝謝 也謝謝所有的朋友今天的雨位 也特別要謝謝宜蘭大學研發長 郵竹研發長在這裡 也提供給我們這麼好的場地 然後在整個籌辦過程當中 給宜蘭縣政府許多的幫助 謝謝大家 謝謝